我們今天說台灣是印太聯盟的美軍總部 要想一個問題 美軍有什麼要去台灣 因為他早就要買好了 他早就要去 所以這裡包括有林志森的控制 在2005年 啟動這個方案 實際上我們這件事 你說美國軍總要去台灣這件事 我們報告很久 布局很久很久 從2000 2005年就去布局 那實際上我看到兄弟的時候 差不多在2015年的時候 川普總統起來的時候 他就去進行 實際上執行方面是在2016年 那個時候就稍微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美軍有台灣附近在頂檔 還包括南海問題 所以美軍要去台灣說的是 他是報局很久 你包括 法律還有他的國際的聯盟 這一方面 其實布局都很久 他現在要收完 他整個都報局好 現在整個都要做得太忙 現在美國總統你不可以選擇 那川普總統如果這件 都會選擇 這件事 那個泰式都很明顯 你看所有新聞 媒體是一定說 他講到這件事 川普總統也自己說 我如果抓 我再來就要進行 我就要收 主要對抗的對象是中共 他也講得很清楚 他公開台面上講幾乎是針對中共 公開講 只是沒有 公民說 我要跟你發動戰爭 當然我認為戰爭應該是 應該是 機率還是不高 他會傾向於說 這個中美對抗 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 前面就有講過原因了 那即便你說有打起來 可能是 局部性的衝突 你說中美要大戰 因為中美如果真的要打 熱戰的話 那個也不能解決問題 因為根本上的問題不是戰爭 你知道嗎 中國跟 美國 兩個的問題不在於 說 是誰輸誰 喔 是在於雙方的內部都有問題 美國的 內部沒有問題嘛 你現在去看 民主黨和共和黨 打得這麼厲害 美國的內部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才是 美國主要的問題 都是內部的問題 還有 中國今天內部沒有問題 他的 他的 這個 經濟問題就好了 喔 還有 人民又要求他管理的問題 喔 有人權的問題 喔 有 法治的問題 然後有 經濟的問題 喔 可以說 中共今天是內憂外患 今天現在他的狀況是內憂外患 喔 所以 你再想一個問題 萬一中共如果一瓦解之後 那個對整個社會的 整個控制 都幫你了要 中國是不是比現在還要更亂 中國現在整個都亂起來 喔 如果亂起來之後對中國是民感的好 這個不一定 啊還有 你說的說中共如果一瓦解之後那個上來那個新的政權是不是比中共還 還要可惡啊 是不是有那種可能 我認為有可能 喔 所以中共一瓦解之後 上來那個政權可能比中共現在還要再二 你不要一人說會好的 會必 因為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他 現在沒有一個可以 取代中共 因為 撻不出來 以前我就跟中共做挑戰的意義 一個一個都給我 整個都給我 這樣也沒用 這種下山爛的政權也沒有用 回去也沒有用 因為 這個都是不合法律不守法的政權 沒有用 前面就有講過這個國民黨跟 共產黨的中華民國都沒有用 那就是中國人民的素質太差 他們沒有信仰 說三星的一個問題 我說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不信仰很差 非常的差 所以我告訴你中國現在普遍人民是沒有信仰 再怎麼組的國家不會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 那叫做主權問題 什麼叫做主權問題呢 你腦袋壞掉 你直接判掉 你直接判掉 你怎麼做的政權都英國都有問題 你看以前國民黨也做中華民國也出問題 共產黨做中華民國 他也是出問題 跟現在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所以 你認為有一個政權問題就解決了嗎 錯 這個問題一直都是主權問題 人類一直以來都有一個主權問題 就是信仰的問題 就是原罪 人有原罪 那你這個原罪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 如果沒有壓制好來講的話 你就產生主權問題 所以中國一直以來都有主權問題 人家在講你主權問題是說你腦袋壞掉的 不是說你有沒有一個政權 以前情死亡也關中國人民跟中國人民都抬了 那就是主權問題 所以 不在乎有沒有政府 在於 一個地區的人民腦袋有沒有正常 那很明顯的 中國今天的問題就是主權問題 但是什麼原因 信用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幾乎都可以歸納為主權問題 任何的國家現在有問題 你看他的主權就好了 他的主權一定刪定問題 百分之一百 人類所有的問題都是主權問題 探討到最後都是信仰核心價值的問題 把他討論下去 啊 這個人打到他打他 所以這個刪定下 假如說你給你看一個人 你認為這個人有問題 你把他討論下去之後 一定犯罪 他一定犯罪 一定墮落 這個就是主權問題 犯罪跟墮落就是主權問題 中共今天的問題就是犯罪跟墮落的問題 那個就是主權問題 你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問題 他一樣是犯罪跟墮落的問題 那個就是主權問題 你知道嗎 但是他今天在掌權 所以那個叫做非法掌權 所以 你如果說到主權問題的時候 第二個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是 這是什麼 非法掌權的問題 他違反法 你怎麼看 你關進去 你知道的意思嗎 美國今天也有這個問題 全世界都有主權問題 任何國家都一定有主權問題 就是信仰的危機 所以 美國今天主要的問題就是信仰危機 民主黨跟共和黨今天鬥了這麼厲害 什麼原因 信仰危機 中共不用講那個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個 就是沒有信仰 那你沒有信仰 你 你無神論 你本身 我跟你講 你就有信仰危機 因為你沒有信仰 你知道嗎 你沒有信仰 你本身就是個最大的危機 你一定侵害別人的權力 因為我跟你講 人類是 性惡論 人類的本性是惡的 是惡的 你要證明這麼多犯罪 就是惡的 你看很多人在那裡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個就是惡的 現在你聽我說 你只是要不供領 因為你還說不夠嚴重 你知道意思嗎 或是你後分你不供領 這樣而已 所以人類的本質是性惡的 那唯一至善的話 就是上帝的靈來行 所謂的上帝的靈就是主權 就是主權問題要有信仰 你有信仰的時候 你的惡就會被壓制下來 你就再有跌 你就受信的主權的管理 把你扛掉 你就不會去犯罪 你就不會去墮落 那你那個國家就受什麼 受神主權的保護 那叫做主權國家 所以你如果說什麼主權國家 我聽說 有人說 現在我自己管就是主權國家 你放屁 你什麼都不懂 不是有一個自己管的 那就是有租款 放屁 那是卡到信仰的問題 你看 中國人民今天沒有人管嗎 有 中共在管他 那就是主權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中共是一個非法組織 你知道他無神論 無神論一定非法掌權 我幫你保證 絕對產生問題 這就是主權問題 所以任何的問題 你探討到最後都是信仰危機 美國今天的問題就是信仰危機 所以川普總統說 抱歉 我們國家 我們都要回來信仰 那是對的 為什麼 那就是信仰問題 所以今天 民主黨跟共和黨鬥得這麼厲害 我要說它是信仰危機 美國這個國家價值就是 他的信仰 那有人偏離這個信仰 他錢我有錢 我有幾千億美金 我富可敵國 我是最有錢的 我腦袋是最聰明的 就是那批人在犯罪 就這樣子 簡不簡單 那就是信仰危機 所以你不管有沒有錢 你有沒有權利 你聰不聰明 你都要有信仰 不然 你的能力越大的時候 你造成的傷害越大 你知道嗎 美國今天就是這個信仰危機 有一批人他很有力量 很有權勢 很有錢 可是沒有信仰 完蛋了 信仰危機 所以美國怕你亂 我跟你講 都是很有能力的在亂 為什麼 驕傲自大 我很有錢 我很有能力 你不要關注一切 就跟習近平是一樣啊 那也是一種獨裁者啊 你不要說美國沒有獨裁者 那一些有錢人外共 全部都是獨裁者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不是有錢的人 你有權利的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對的 錯放屁 你不是看你很大的 你做的名字都對的 你叫王母拖去 你如果把所有人都扭 你看中共就好了 你把所有中國人民都拖下去 那個就是信仰危機 就是主權問題 所以你要有屬靈的角度在探討這個問題 你要知道什麼是主法問題 不然你永遠 你都沒有探討到最核心的問題 我要說所有核心的問題 講到最後都是信仰問題 那美國為什麼要回來 我們亞洲這個也是 要解決我們這裡的主權問題 所以他為什麼要回來 因為我們的問題比美國更大 美國的問題是信仰的危機 他主要是他的信仰就產生一些衝突 但是我說我們亞洲更慘 幾乎都無神論 我們亞洲的問題都無神論 這才是主要的問題 不是你在拜佛像 你看起來在拜一個東西 你就是有神 不是這樣子 你不是說我拿一頓插頭在那拜 你就是有神 你也是無神 除非你信到真的神 不然其他都是假的 你要記得 只有一樣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對於你信到真的那個人 我告訴你 你信的都假 你去信到一個假的神 你也無神 因為你信的不是對的 除非你要找到真的神 你只要找到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就這樣子 我一定找到真的 所以我知道什麼是真的 你如果找到真的神 你如果我找到真的神 你看名字的時候 你就自然去找到真的 你如果你信 假名人 假神 你永遠找都假 你永遠都 目球打開在那裡找 找不到 因為神 不是看 怎麼用目球看得到 是用你的 良知去感受的 你知道嗎 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 所以有神論跟無神論 是從這邊分的 不是說你有沒有看得到 沒有一個人看見神 所以神是看不到的 神這個名字看不到的 要用感應 好 我們回歸我們的主題 台灣是印太聯盟的美軍總部 我們今天要說他相關的法律 他有法律沒有 有 今天我們要探討 就是說 龐佩奧他10月6號那一天去 日本國參加四方會談 尤其 美國 日本國 印度跟澳大利亞 他們 那些 房長 主要那些他們 開會討論完 他們回去 各自有各自的動作 還有因為 美國要選議 所以 他本來說要有一個 聯合宣言 要來講這個 可能會 延後一點期間 那到底延後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大選前 還是到大選後 這個我不知道 他說會後會有選 而且本來是會後會有懸念 要說一些事情 後來 那肺炎我也沒聽到 還是說他們現在保密 然後到了我們到時候再選補頭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 其實 他們去談這個問題 美日印太去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這個問題是在差不多2015年那個時候就 就已經在討論 現在 只是要形成這個同盟 就是 印太聯盟 其實在2015年那個時候就在啟動了 就已經開始在談 包括 日本跟美國就在談這個問題 還有 美國國位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今年才看到他正式在啟動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說 美國確定要回來亞洲 那回來亞洲之後他的第一站一定放在哪 一定放台灣 所以 那天 國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在立法院是無意義通過 美軍要回來台灣 反正說台灣 什麼反應 因為美軍開始要回來 只是日期什麼時候講到說話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小老百姓 我們不會知道這些消息 我們只知道五年 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 其實人也不知道 應該是這半年內 應該是有日期 那只是我們不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來談四個主題 第一 印太聯盟的概述 為什麼要印太聯盟 我們主要講 因為主要面對 邪惡勢力的擴張 中共要擴張 中共他要擴張 第二個 美國國位的印太聯盟的合作政策 美國國會有沒有印太聯盟相關的法律跟政策 有 但是這個政策是草案而已 但是參議院過了 現在等眾議院批 有 他這個東西其實是 放在 參議院那邊 放在眾議院那邊 參議院是過了 那眾議院他也會提他的版本 然後 兩位去協商 會提交一個共同的版本出來 這是 印太地區的大戰略 那美國國會那邊 現在在 現在正在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參議院已經過了 眾議院 他還放在那邊 那為什麼放在那邊 因為還 還沒有跟其他的國家造會過 要討論這個問題 時間要有一點長 所以 美國那邊是很感動 是其他的盟方還沒有聯絡好 你說不可以跟美國在那邊唱独角詩而已 村內國家都要聯絡就好了 你包括 跟這相關的國家都要聯絡就好了 聯絡就好了 大家都沒有問題 要美國國會這個同貴這個法案 這樣比較有意思 不然你同貴法案 料理 料理 萬一 其他的盟方如果不同意怎麼辦 對不對 人家其他盟方不支持怎麼辦 現在 非常好在的 你說其他的盟方都支持 主要的盟方都支持 主要像 像 歐盟 還有 日本跟 印度跟澳洲都支持 你包括我們這個 外人跟非製兵跟台灣 跟印尼都有那個意思 要加入這個聯盟 其實都有這個意思 那可能應該就會形成 在那大選後應該就會 積極討論跟 立法要通過 相關的法案 這跟台灣國際地位的 正常法也有關 這局實在說話也很大 三 舊金山條約下 北約印太聯盟的合作 因為我們要討論一個問題 包括我們 日本 台灣跟 這個 條線 剛才都是舊金山條約 美國主要佔領全國的站在一起 所以 一定會去射到舊金山條約的問題 就是盟軍的問題 駐日盟軍的問題 就是我們 台日本 帝國敢降臨盟 盟軍 主要以美國為首 那個舊金山條約簽約國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這個問題 那個舊金山條約那個盟軍的簽約國要跟 北約 你知道嗎 做聯合 如果 萬一 你如果去擔任一個國家 這一些所有的系統都會啟動 就是舊金山條約那些盟軍的簽約國 還有那個 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整個都會聯動 那個勢力就很龐大了 那個中共他也擋不住 其實中共最怕的就是這個合眾跟聯盟 美國不是只有 一個人而已 他背後還有好多國家在支持他 美國會拉幫結合 你包括歐盟 他一定把他拉下來 還有G7 跟那個什麼 跟我們這個印太聯盟 這些相關的國家參加 一定整個擁抱起來 這四五十個國家都會聯合起來 你如果去擔任一個國家 這個整個都會啟動 整個都會動起來 專門要對抗就是中共 所以我說一件事 你中共如果要打 我告訴你不是八國聯軍 我看是八十國聯軍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你會叫八十國打 你不是只有八共的 早上說八國聯軍 你如果這個共打是八十國聯軍 全世界主要國家軍隊的在你家裡 你敢撞得住 四面八方軍隊都用進去 你敢撞得住 甚至連俄羅斯都說 哎呦 這樣我也要分你北公 我也要搬 連你的兄弟也要搬 我告訴你有沒有這種可能 有 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討論到舊金山條約 跟這個 北約的合作 因為他們這裡都有重複簽約 就是說他在舊金山條約有簽約他是盟軍 然後他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 這樣要做得到 要把他拖進來 會員國的人數超過四十個 再來第四 台灣是印太聯盟的美軍總部 為什麼你想要因為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還有舊金山條約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台灣有一個台灣黨籍 台灣東京 為什麼人是台灣東京呢 現在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就是台灣黨籍 台灣第一黨籍 台灣是美軍的占領地 所以台灣有一個政府 台灣有一個政府 他叫美國軍事政府 他在台灣 所以 他叫做台灣的治理當局 現在台灣的治理當局是美國軍事當局 不是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放屁 中華民國現在三小 他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他養了一條狗 就這樣子而已 中華民國現在什麼都不是 他就是 美國 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那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身份 你知道意思嗎 美國養了一條狗啦 就這樣子啦 所以中華民國不是什麼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治理當局一定是美國軍事當局 有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 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在管理的 實際上他才是在管理台灣的是美國軍事政府 但是他都叫他的代理人中華民國去執行 中華民國現在的身份是 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 什麼是台灣機構 他要聽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的指揮 那就是他的代理人 那在台灣關係法裡面我都有講了 你如果不懂這個你要回去聽 我有一個台灣關係法的專欄 裡面總共有八級 你要去聽 你聽了之後你就知道中華民國他的行為 因為這是美國法律規定的 台灣實際上的當局 就是美國分屬當局 這很困難 這沒有辦法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一定不是 中華民國是台灣治理當局 1979年進行的事情 1979年後 因為中華民國就死了美國管理收起來 收長 收在那裡 他成立一個台灣的美國軍事黨 他都 平常是美國在國防部跟AIT 他平常是美國的五角大廈 裡面有一個台灣小組 還在AIT裡面他也有住的 他也有住他的聯絡官在裡面 全面在做聯絡 那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美國軍事當局受國防部的管理 美國國防部的管理 那叫做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當然他受美國國安參謀聯席會跟美國總統的指揮 你知道意思嗎 那叫做美國軍事當局 那叫做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 所以有一個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有 一直都存在 其實從戰後到現在 美國一直沒有離開台灣 所以台灣有一個美國軍事當局 中華民國是在台灣最大的 最大的因為 他 他打到不所在走 所以美軍只要收入在台灣 說你把我帶給台灣 所以他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不然他一直以來都是人家的代理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代理政權 他不是什麼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一定是美國軍事當局 那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政府的架構 那是台灣自己當局的架構 那都寫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都有那個架構都放在裡面 所以才有聯營自身的控制案 那就是要保證法律 把整個法律都 做官裝 還行你台灣人一個共同 因為你沒有國旗你沒有政府 你這裡政治戀獄 才會有這個控制 他要跟你台灣人和解 那美國才可以駐軍 等我們在這 軍隊在這大 所以 這整個都有關係 那未來美國軍事政府 在台灣 我們的共貴主要有三個法律 第一個是舊金山條約 第二個是台灣關係法 第三個是兩式控制案 那是主要他在台灣的依據 他要根據這些法律處理這些問題 包括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問題 他都要做一個在這裡處理 然後 然後 他會把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地 他就會撲起來 他會說來 你這裡台灣人都來 你這裡台灣民政府 你這裡本土台灣人來 你要跟我來做美國軍事政府 那就是台灣的治理當地 台灣有一個美國軍事當地 就是美國政府政府 他會把你約一個台灣民政 約起來 那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那要做台灣政府 那個控制案裡面就說了這個意思 台灣關係法裡面也有講到 舊金山條約裡面也有提到 都有 那這三個法案會合起來 他會按照這個法律把你成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這是什麼台灣治理當地 那你活んだ 你活著 你活著 美國軍事政府跟台灣民政 都不是我們台灣人 都在 美國總統那麼大條 他對台灣有控制權 所以你要记得一点 台湾民政府不是林志生的 也不是林子安的 也不是他妈的蔡柴远的 你要记得 那是美国总统的 这是 这是降丫地的政府 那不是你的 所以你不用去拖 你如果去拖你就死 你如果手脱脱你就死了 现在还在战争当中 那有些人踩着坏坏 那整个脑袋都坏掉了 所以那就是主权问题 所以你如果不想收法论 你绝对后来会出问题 所以你如果你看台湾的国际地区 有时候也会去看法论 你都带我来说 你看我的报告 我都照法论来打给你看 那个东西都有 人家都没有乱情 你美国政府的朋友 你删法论都没面子来 我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认识 我都看美国法论 美国人下的一些专家下的文章下的法论 我觉得那个对台湾国际地位才有办法 我今天台湾国际地位的清措是因为我都去看美国的法论 美国法论是什么 你不要看中华民国诈骗基础 那些都是假的 你去设人的原始党的资料 人的原始党的资料 你像台湾关系的英文 英文你要拿出来看 你要像我现在这样翻例 我都拿英文 我都给你翻例给你听 你究竟在台湾那几个要害你也全部要抓到 还有两次控美你最好去看它的英文版 看它里面怎么写 那个我全部都看过 还有美国国会他所通过那些法案 我都看 人对我们台湾有相关 我都看了 因为那个很重要 那个对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才有帮忙 所以你要去看最原始的档案 你像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律 你都要看 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律 针对台湾的你都要看 你这要知道人家怎么处理台湾的国际地位 人家用什么方法 你看事情这么准 你才知道美国军事政府他下一步要干嘛 像我谈到现在 美国军事 美国政府要对台湾很简单的 他要去到台湾 因为他法律都全部都好了 好了 他已经对台湾的国家好 但是他这个盟邦的部分 他还没有全部都谈好 可能在明年他就谈好了 但他谈好之后 他的部队就要到台湾 他正式就要公开了啦 大概也这差不多半年一年而已 所以速度现在都很快了 因为差不多就说 川普总统如果谈我说就这样了 他就吹下去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 第一个 印太联盟的概述 为什么印太联盟 印太联盟 我们上一次就有谈说 我今天要讲 我两天前就 跟各位说 我今天要讲 主要于美国 你记得 因为美国是 包括挑战到台湾 今天国共有限制 最终和平条约到现在都不成功 美国总统还在占领日本国 在占领朝鲜 在占领台湾 包括南韩 当然现在这里有出问题 所以现在美国国政府说 要回来 按照旧金山条约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你要记得 处理我们亚太问题 第一个条约是旧金山条约 美国政府一定要遵守旧金山条约处理 我们这里的问题 包括日本国 朝鲜跟台湾的问题 第一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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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旧金山条约 你要照旧金山条约里面讲的来做 你包括台湾的国际地位 按照旧金山条约来做 旧金山条约里面就讲一个重点 你中华民国还是中国 你记得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都没有在旧金山条约上面签约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记得 中国的任何势力 它不能分台湾也不能分南海 所以台湾跟南海 不是中国的 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什么名字呢 是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在台湾 他在台湾 台湾上面流亡而已 那不是他的 所以中华民国对台湾没有所有权 他是在台湾的一个流亡政权 流亡政权 那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也不是什么台湾自己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 一个流亡政权 跟美国军事当即要来处理的问题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美国如果处理台湾问题跟南海问题的话 第一个一定遇到的法律就是旧金山条约 那旧金山条约有一个重点 中国或中华民国都没有签 所以如果要执行旧金山条约 你中国势力都给我滚牌 全部都滚 所以我说一件事 中华民国会在台湾没有去 中共要从南海里面 他要撤出去 因为这里你不能呆 为什么因为今天我美国又在线南海 又在线南海 人家一点意识 也没有说要把台湾跟南海 让给中共 不可能 你要记得 台湾跟南海是我美国打下来的 我绝对不可能交给你中共 不可能 没那种事 是我怕的 是我吃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要把台湾跟南海让给中共 没可能的事 在条约上也讲不开 为什么 因为你中共也没签 你中国也没签 你中华民国也没签 所以中华民国 他没有在旧金山条约签约 那种人民一件事 他不可以分台湾 他没有那个管理 来分享台湾的任何权利 所以他只有在台湾上面 留完 他没有那个管理来 本台湾的管理 他没有权利 你去看旧金山条约 有46个国家签约 来面就是没有中国 也没有中华民国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签约 说得简单 人家有46个国家做建筑 所以台湾跟南海 不属于中国 不属于中国的问题 是你们中国人在霸占台湾跟南海 你要清醒 首三星的国家法的问题 美国要回来处理 所以这个也是归属于什么 主权问题 归属于什么 合法性的问题 所以美国金融政府 他一定会回来台湾 然后也会解决南海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印太联盟的原因 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想要扩张 你知道吗 想要扩张他的领土 他要侵略周边国家 当然有那个压心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所有国家都在做 你包括日本的安倍政策 全都跳过来 像菅义委 他都跟美国说 中共有扩张的领土 等一下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真的 他真的要扩张 他有那个心 他说 不怕贼偷 怕贼奠记者 他就记得 他会说 我要跟你唱 你现在最怕贼奠 他整天都在想你 那个茶辣整天都在想你 还是那个 盗贼整天都在想你 你就疼得很疼 所以人家说 不怕贼偷 怕贼奠记者 他跟你记得 他跟你记得最后 有那个记得 你不就要跟你逃杀 所以人家说 中国那些国家 自古以来 都是他妈的强盗国家 那都用唱 你看 中国今天那么大 那些不正常的国家 因为那都用唱的 那都用唱的 那都用唱的 那都没什么法论的 以前 中国人你能唱多多 他有需要什么理由吗 他就看一句教他 你会都我的 对啊 用唱的 所以中国人 就是一批强盗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 就是强盗国家 那个就是主权问题 因为中国人 没有一个意识 就是说 这个美国 要变成我自己的爱用法论 要有合法的依据 他没有 他先把你唱过来 之后 才把你办法论 说这个美国我爱 人家说的先上了床 再建立关系 我先跟你唱 唱了之后 你不过去 我才想法论这个我爱 跟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同 他现在跟你过去 他就说 这个台湾是我中华民国 那他们也一样 所以那叫做先上了床 再建立关系 那就是强盗 你知道吗 你看中共在建国的时候 他也是强盗 他把国家先唱过来 那后他就建政了 说这是我的 对啊 这是我的 这是我们的 我们共产党的 这个国家我们共产党的 那一样 中华民国 罢了台湾后他也说 台湾是中华民国 是我们的既定领土 是我们实际管理的疆域 那就是强盟 你知道意思吗 那就是强盗国家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他妈的是强盗 知道吗 那叫做强盗国家 所以他们今天的国 今天的国 今天的国庆 去做什么样 做擦身公 做贼成功 你知道吗 所以那叫做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庆 知道吗 做擦身公 所以才有国庆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他们这个国民党 和共产党两个都差了兄弟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人家说这叫做非法 非法 非法掌权 你说这个 所以中国的立数一直以来 足够以来到今天都是非法掌权 都是非法掌权 都像唱歌唱歌 再变一大堆的理由 这才的消法都会报 你知道意思吗 那叫做强盗国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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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是 你 要 那叫做非法掌权 那叫做非法掌权 那叫做主权 那叫做主权 那叫做做擦身公 所以 那就是主权 你如果做擦 让你过手 成功了一样 那就是主权 那就是主权 问题了 因为那变作非法掌权 那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 枪杆子出政权 你不先把你唱歌 变我的了一样 我在建议我们的国家 那就是非法掌权 那就是主权 那就是主权问题了 所以人家在讲 主权问题 中国人都听不懂的原因 就是说 他们都用唱的 用唱的 放弃 就在建议的国家 就在那叉叉圈圈圈 你看台湾人 跟中国人 不要说 人心不符 人心不符 人不符 知道意思吗 那就是主权问题 将来不故意中国 这是主权的 上帝不喜欢 这种国家 因为这种国家 是他妈的强盗 强盗 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愿 是你自己要做的 你自己固定的狗猛要做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中国人所建立的国家 还是家庭都不正常 那就是主权问题 所以你说中国的社会 今天有什么乱 你知道吗 因为都做财神功 贼太多 他妈的中国人他妈的都是贼 我说是在外 那些国家就出财头 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主权问题 就是没有信仰的问题 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都难道理解 那是真的事 这个就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都一直不好 中国地区一直以来都不好 那就是主权问题 主权问题 你打他打他 你要做财 你要骗 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有一个诈骗集团 强盗国家 那是真的 他现在这个问题 他也没得了解释 但是他把你管 那叫什么 非罚将冠 你听懂吗 但是 上帝无家 共国家 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 包括美国和日本 都不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完蛋就在家 因为这样的国家 上帝不喜悦 上帝无家 所以这就不是主权国家 这不是上帝意识 这是固定的狂风 这是周杰就固定的狂风 所以 为什么周杰就固定的狂风 如果死无罗终 我也是在这里 你想想 因为这个有大审判 这个是有审判的 不是没有 所以 人家不敢让他下葬 周杰就固定的狂风 人家庭在他的旁边 好像在台客 全部都在那里 所以这个有问题 这就是主权问题 所以周杰就固定的狂风 有什么死无大 那帝死鬼啊 帮他也要军阀审判 蒋介石 带他的中华民国啊 我就是在这里 因为这样的国家 不正常啊 所以 美国不敢让他们下葬啊 对吧 他一定说这是周杰就固定的 这不是我美国的意思啊 我美国是要帮你台湾人 推荐你们国家的政权 所以 美国才说 我 我 我以外台湾是要恢复 台湾的国际地位 正常的话 他一定这样 他一定这样说 我要让你台湾政权 你台湾医院 叫做台湾 你的政府叫做台湾 台湾政府 存在我来处理 美国一定这样说的 那没有错啊 本来就要处理了 什么人叫做台湾 也是美国啊 所以他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主动要去台湾 他都一个团就要处理 处理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你要记得 他是强盗国家 这个 这个政权一直以来都有问题 战后到今天 七十几年 一直以来都有合法性的问题 那个就是主权问题 所以 美军要进来 台湾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去台湾 做这个政府料理 要做一个 法治民主自由的政 要回到这个 地区主权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 这个地区的人 全部都叛益 所以都需要敌 就是我说 都信仰危机 都信用的问题 现在美国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我说 全世界人类所有的问题 追根究底 都是信仰的问题 有了我给他查查 有些都信用的问题 这个人 他有什么作恶 他会堕落 会产生一堆问题 他妈的信仰问题 真的 真的 后面要找找到 都信用的问题 真的都信用的问题 有钱人 还是 无钱的 成功还是失败的 所有的问题 都是信用问题 每个人都有信仰问题 多跟少 你如果 比较多你就差 你如果比较少 你就比较好一点 你怕人生正确的道路上 当然 你也是受苦 但是 没有危机 你是受苦 但是没有危机 你如果有信仰的危机 你就很严重 你就甚至堕落 然后犯罪 陈腿 更严重 你还要拐 那又更严重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叫做信仰危机 主权问题 你如果说到主权问题 一律牵涉到信仰危机 信用的问题 你会看到 这人都会打他 他如果打他就犯罪 真的 我没骗 一个人 他如果 他犯罪的时候 你又知道 他要犯罪了 他要犯罪了 就像说 拐 他如果 他要跟他打的时候 你看他的 嘴 打开 他传给给你打 他好像要给你打 那就是一个人犯罪 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就是拐的嘴 打开了 他准备要给你打 然后他犯罪 然后他再做 他有那个行为 有恶的行为 他就给你打开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人要反罪 进行 一定行反了 先犯罪之后就犯罪 我绝对敢跟你保证 你如果我看过 夹人咬的时候 有没有 他要向你打 然后慢慢的接近你 快就把你打开了 我也叫到夹戴过 你如果叫到夹戴过 你就知道 那一个人反罪的时候 同样 他会犯罪 那个人反罪 你就看丘米人反罪 你如果看蔡蔡英進行帶一輩子 這樣跳出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違法了 第一個他違反舊金山條約 因為舊金山條約裡面說得很清楚 台灣沒有要返還日本國的意思 他怎麼說 他就說我要過日 你們都知道你們都有聽到的 他要過日 過日可以嗎 那一隻弄舊金山條約 日本國一定放棄台灣的管理權 放棄台灣來外出管管管理權 不用還管台灣的 你用回去嗎 你用這樣直接回去嗎 那是法律的規定 你看著他們任何人要 他要規制 那就直接弄舊金山條約 所以我還要說 一人要反罪進行一定先 provide 你看他 你又看他說的話就先 provide 先 provide 什麼先 provide 舊金山條約之後 他就一回人跳出去 就跟你的名字都超超早 把臺灣民政務的標誌電腦全都插上去 還幫你搶劫 有沒有 是不是 有犯罪的行為 所以我說的 一個人要犯罪進行判斷 你後來後來所有的行為都犯罪 我不會把你承揍 那跟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共有什麼兩樣 他們是一模一樣 他們都強盜 那就是強盜國家 你如果猜猜的那種人的手 我跟你說 你就變強盜國家 你臺灣民政務就變強盜國家 你跟中華民國他媽的一模一樣 你就是強盜犯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叫你收法論的原因就在這裡 你收法論 你就不會違反到主權問題 你就不會變強盜犯 不會變強盜犯 不會變詐騙集團 你像中華民國這樣來搶臺灣 他過去之後要做一個中華民國談 到現在都不正常 那就是主權問題 那就是強盜國家 知道嗎 所以中國人他媽的都是強盜 因為腦袋裡面都是強盜師 所以中國人真的是難盜履倉 這是真的 你看國民黨去的中華民國 跟共產黨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媽的都是強盜 他媽的都是詐騙集團 他媽的都難盜履倉 那個就是主權問題 你看臺灣民這種劍情 他媽的都難盜履倉 那個就是強盜 那就是強盜 知道嗎 強盜第一個一定違反法律 絕對你來看 他絕對有違反法律 要用唱的啦 要不然就用偷帶的啦 你知道意思嗎 很明顯啊 你都看到的啊 所以你如果現在又聽臺灣民做一些人 你反法律的時候 你就知道幹線要犯罪了 他如果有實際做的 他就整天又跳下去了 他就還有一倍了 你知道嗎 那要做共同的行為 所以你都要看清楚你要修法律 你拔法律出來看 你修法律就好了 你一定對 你說像究竟我們調的臺灣關係 但兩次說不定你修條就好 你修條就好 你準修這你絕對無事了 你就不會變強盜國家了 你就不會變強盜國家了 你就不會有詐騙機就給你拔法律 我告訴你 你就聽到 你如果在那裏面看 你如果經歷過425 經過123 你就知道一人要犯罪陣庭 一定先犯罪 你會看他會發到誰拔法律 那拔法律之後 我跟你說他看沒人懂 他一倍人就跳出來 我告訴你一件事 小心北迭就在你審訪 那些人都潛伏在我們臺灣民眾很久的 都十幾年 蔡財源在臺灣民眾有潛伏十幾年 十幾年有的 我還沒禮拜訓 蔡財源就在那裏 十幾年 你選彭建徽營 那都十幾年裏 你知道的意思嗎 胡人敢要跳出來 徽營就想不到 那我就跳出來 當然你看他們跳出來 你看他們都沒收到 有沒有 直接第一去弄 一定有人弄救星山跳去死 現在還有人要弄臺灣關係也去死 而且是資深的童心 總對是夠這種啦 你不要不相信 我跟你說 要犯罪盡情心緩緩 法輪在那裏面就跳出來 你又看過一篇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你們看著辦 你覺得判軍很多 而且都很資深 所以你也不要看你待了很久 就沒有問題 錯了 錯 你要守法力就對了 因為臺灣民眾是十足反路 你如果去維吻就一條先要注意 你幫我手要求的 你不能再做的 你做的204 100% 你會記得臺灣民眾還是美國基督政府都不是我們 那是美軍在控制的 為什麼人家有這種經驗 人家人家懂的 你在看你這些不懂 我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要幫我手 你就真的要搶劫 你就跟中華民眾今天為什麼在臺灣沒有辦法就地的話 把你以後搶劫 你知道嗎 那所有權不屬於中華民眾 那所建立的政府都不正常 那叫做強盜國家 所以你們要非常清楚 要守法力 你看有人弄舊金山條約四 也有人去弄臺灣關係 你自己也去死 你自己要小心 你修法力就好了 我跟你說的儀利講法力 法力全都有 你不要去侵犯他 你侵犯他 你自己手要收回來 這是我對你的忠告 你如果去聽到的人 你修法力就好了 因為我們已經贏了 你知道是什麼 而且無法改變 你一定贏 你沒有辦法改變 你不要去做一些很傻的事情 什麼又很傻的事情 你清完法律 你清犯法律 你就死了 因為我們是靠法律贏的 結果你自己本身在清犯法律你就死了 你自殺 這種人我看太多了 以前那條水 差點他們配這樣 有沒有 一二三條水 四二五的 那都違反法律 那個很明顯 我都看到是直接撞法律 他跟他說都聽不懂 他聽不懂 我也跟師傅說 師傅也有說過 那不叫了 你如果要做一個美國台灣政府 我也跟那個 奇怪怪怪的 法律就不是這樣死了 對啊 我跟我說一個 你有美軍的習慣 美國軍中有派人跟你做 你如果要做一個美國台灣政府 我跟美軍 你要做一個美國台灣政府 你跟美軍 我也跟他們問過 你跟美軍 你怎麼都去美國台灣政府 我沒有看美軍在公佈 用法律在公佈 我都沒有了 你怎麼要做一個美國台灣政府 你從蔡菊的應該會調理美國台灣政府 你問一個問題 你能用美軍的習慣嗎 你能用美軍的法律在公佈嗎 沒有了 說不出來 但是他們要做完 他就跳出去 跟趙吉 說什麼 南投的中心 去趙吉 中心 新春 去趙吉 中心 新春 去趙吉 新京 府 在那裡把選保 坐著 你說 我美國台灣政府成立 怎麼會有病啊 蔡菊的皮膜 一樣 我要過一次 我等這個 什麼 美軍在台灣 把我們保護蔡菊原的台灣民政 我聽到 我覺得 我不知道這些人 帶給你太小 那有病啊 這才有病啊 那不是這樣弄的 有病啊 人一定是請港的美軍來幫你做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 因為你沒有那個管理組 你要去的 權力都不在我們這裡啦 權力都在真的美軍那一邊 都不在我們這一邊 你去的 尊 尊做好 台灣民眾有忙 人是你的 你也是 做人和事都要照法論啦 法論有幾天的你都做 法論沒有幾天的你不能做 你如果做的你就送軍事法庭 所以叫你修法論 你現在就要修法論了 你不要等級別的時候 做好才要修法論 你說你要關的 我跟你說 你整天不要參加 你不要加在美軍 因為你後面說你要關 因為你不要修法論 你修法論 或是說人人人跟你說 你好像去抓到 你手要穿回來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記得哪 鐵法論跟你說 你手要穿回來 你不能再做 你如果再做你就死 你就一定完蛋 好 回到我們要講的主題 這個美日應奧的四國核心 那天他們開完會了 但是他說要講講 現在我沒看到 美國現在在選舉 可能晚一點才會公告 大概經過 或是過幾天也不一定 這我也不知道 反正到現在我沒看到他的選舉 但是應該一定有說好 他們要選舉 可能還在壓 然後第二個 印太聯盟的概率 印太聯盟的概率 是防止社會主義共產政權擴張 主要是針對中共 主要是針對 那個目標很明顯 就是要針對中共 因為它在擴張 第二個 中共國在南海 台灣東海南亞 展開擴張 與周邊國家衝突 與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 有日本國 台灣 亞南 菲律賓 印尼 布丹和印度 你看旁邊這些國家 大家都有問題 這樣我看這個國家有問題 所以那就是主管問題 中國人他媽的是南道女艙 是真的 他們整個頭子裡面 都有強盜思想 這就看他了 他就自我膨脹 他就要擴張 他就要再唱 所以中國今天 他為什麼那麼大 做成功 做賊成功 做賊成功 所以國家才這麼大 所以那叫做強盜國家 你看看 中國自國以來是一個 不正常的國家 你都不要打過 他的歷史 每天都在台 我問他 那天沒有法律 跟屬於他 沒有啊 反正 毛澤東說一句話對 槍桿子出政權 打贏的人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打贏 所以打贏的人 是用唱的 他的國民黨也用唱的 他在台灣也是用唱的 所以國民黨跟共產黨 他媽的他一家都是桌 他都拆了 那就是拆了國家 強盜國家 所以中國人的國家就是強盜 你不要記得 你看中國人 你第二強盜 第二強盜 這樣就對了 要再用唱的 他自國以來你看 你看他的 他的 立書跟他的行為都會唱的 搶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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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是做 成功 成功成功的國家 所以叫做強盜國家 那有什麼法律 沒有 美國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及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征服者 對於印度及太平洋地區的法律上的責任 因此美國總統號召美日印澳四國籌組聯盟 現在你說這個印太聯盟的問題 估計2030年時中國海軍將擁有99艘艦艇 4艘航空母艦 102艘驅逐艦和護衛艦 26艘清醒護衛艦 73艘兩棲登陸艦和111艘飛彈艇 總數將高達415艘 而美國海軍屆只有309艘 這意味著2030年中國海軍的規模將超越美國 但是在總數方面 美國海軍仍然領先 那美中對抗 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跟美蘇冷戰一般 似乎難以阻止 這似乎不在意 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有以來管理的考量 所以一定會對抗 人家說一三不容二五 一個地球裡面不會有兩處老虎 中共想要稱霸很明顯 那個在一帶一路的時候 你就看到他就要稱霸了 然後他要挑戰美的地位 你看 美國現在是全球的衛冕者 他會這樣把他讓出去嗎 所以我跟你說兩人一定董 你兩人一定董 中共跟美國一定董 為什麼 你要記得 對齁 你別聽過 人家 兩個兄弟在那裡董 結會的時候 都要怎麼董 都要董 你知道嗎 人家要董結會 都一定董 兩個都一定董 你看看 兄弟在那裡 要董結會 在那裡 叉叉叉叉叉 老爸死 無路重十幾年了 有了 你們聽不到 在我們台灣就有了 他們那些董結會 這有名勝貌 現在很有錢 姓有 你都知道他 是無路重 有了 老爸死了 因為董結會的問題 一直董結會好 兩個兄弟在那裡 把老爸的死體放下 兩個在那裡董 在那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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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十幾年 在那裡停官 那是真的嗎 那是只有停官 那還有人 因為董結會 董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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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兄弟在那裡董結會 也是有了 你也是聽過了 那現在我跟你說 現在要董結會 你就是這兩個兄弟在那裡 一個要跟他唱 那一個說我沒有 那兩個怎麼 兩個兄弟在那裡董結會 你如果說到錢 如果真的要董結會 我告訴你 八成會死 所以我跟你說 這是生死之爭 生死之中 說到錢你收賊很厲害 兩個人在收臺很厲害 說到利益的 利益的紛爭 我跟你說 絕對是 抬到老爺 兩兵沒有要撐的了 美國跟中國現在都要坐 世界的利益 這世界的利益 如果坐下去會不會收臺 獨自收臺的 你都看這麼多 人家的肥皂 你都看不太多 他就是現在要這樣 他就是生了這種藥 你沒辦法他 他就是要收臺 你沒辦法 你如果說錢 就要收臺 他真的要賣 以前我看這麼多 兩個兄弟在那裡董結會 噢 很煩惱 台和老爺老爺 最好我們台灣 會不會去我 你就沒辦法 你就在那裡 所以我們台灣人也要 我們也要製保 我們的製保 我們要消費 你們兩個要去煎 你們家的事情 我會煎白說真的 我給台灣掛好就好了 你不要去插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要煎 坐好他們也不會本安 跟我們什麼關係 你知道的意思嗎 要做到老爺老爺 就美國跟中國去煎了 跟你台灣人什麼關係 我說的時候 你就是台灣人 你就站在旁邊掛 你台灣人要抓 你知道嗎 你就吹嘴嘴就好了 因為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你要記得 一直都在主權問題 你要記得 人類如果有問題 一律是主權問題 一律是信仰問題 是你腦袋有一個 心裡面有一個解 你解不開 所以才產生的問題 那是想法 意識形態的問題 你就想不開 那你不能想不開 因為你沒信 你沒信用你就想不開 你就往那個死胡桶裡面一直轉 你如果有信幫忙的人 你看事情很單純 這個可以 這個不可以 你知道嗎 這個可以做 這不可以做 那你就會非常明白 這個不可以做的 即便有利益 你也不用做 那你就不會起很多不必要的紛爭 現在美國跟中國這麼多的紛爭 就是信仰問題 那個腦袋壞掉了 尤其是中國人更差勁更多 那差不多自國以來 都沒有學會 就都會唱 你看到他 都會唱 你看中國 你看南海 欸 我們如果一個人 問一個 我們問說 南海 南海 你會看所有人 什麼人 這個問題 會有困難 你就知道 你一塊塊很害 你也去看 我去 地政事務所 擦公 所有權狀 什麼 那你說很敢 你會買 你如果說這樣 來買 你會說 你敢於什麼 你會買 對不對 你如果中共敢於南海 你會買 你萬事說 開一個價錢 也會買 欸 我給你做一百年 我付你 付你五十二美金 你知道意思嗎 你敢於買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說好 人家就做你了 你竟然有這些問題 你就是都壞 你不要問過 所有人 什麼人的 你起腳 就跟人坐 就跟人振 說這個壞 這叫做用笑 你記得 你寄一些什麼 名字用做的 你跟人問 問說 你要做我 你條件說 好 人家怎麼做你 你還給他鼓掌 他也做你 對不對 那不然 那個土的蟹也不好 你要愛 你就做一個價錢 我就做你 你學我的 對吧 你如果覺得做得不錯 我們學做得不錯 我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你如果 要命 你要用問的 你不要去腳趾就坐 來說這個我愛 幹你用笑 你像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覺得問過一個問題 台灣是不是我愛 從來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他都不像所有權者問過 或是說我終於揭壞 也都給妳作 他都不問過 他都不想問過 中華民國在台灣 將來不問過天后 也不問過美國 也不問過我們台灣 他腳趾就坐的是我的 那就是笑 你知道嗎 知道吧 所以中華民國是 你知道嗎 強到 強到政 你有笑 那百合一百祖堆賣賣賣賣 如果今天你看中華美國在台灣 今天他為什麼這樣做 那就是非法掌權的問題 他跟中共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中國跟美國一定會對抗 那對抗會打仗嘛 你看蘇聯跟美國在對抗的時候有打仗嗎 沒有 他其實沒有打仗 但是有一種戰爭叫做代理人戰爭 他都派代理人在打 他的代理人在打仗 所以當中美中在對抗的時候 哪個地區比較容易發生戰爭 反而是朝鮮 朝鮮戰爭可能會不起來 上海會會不起來 因為中共對 海空軍的戰爭沒有把握 但是對陸地戰爭他比較有把握 所以我跟你說 如果美國在對抗台灣比較不會危險 反而哪裡危險呢 朝鮮半島 反而是比較危險 還有哪個地方 越南 因為越南比較早跟中共喬合 越南也很非常危險 然後還有哪裡 還有當然印度那邊非常危險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邊都跟中共是 陸地接壤的地方 中共對陸地戰比較有把握 他對海空戰是沒有把握 所以反而會戰爭的地方是在陸地 因為中共是 大陸型的國家 他的軍隊最重要是在陸軍 他的陸軍是比較強的 他的海空軍不怎麼樣 但是陸軍相對比較強 所以如果會打仗的話 反而是在朝鮮半島 中南半島跟印度半島那周邊 反而比較容易發生大戰 那裡反而是最危險 而且那裡死的人相對比較多 但是 海空軍你死反而比較少 因為如果 戰爭的時候中共的海空軍 一個禮拜內全被被捐滅 你說他的海空軍都死了 十多萬人而已 那個不會很多 如果朝鮮又發生大戰 中南半島發生大戰 還是印度半島發生大戰 我告訴我 那死的人都幾百萬 現在都已經九百萬以上 那個戰爭就會比較慘烈 如果台灣海峽建進 一律是海空軍跟 資訊的戰爭 跟太空的戰爭 那種死的人沒有 美國跟 日本這邊比較有把握 他說我問我而已 他如果真的要打英文市 所以我說 阿公也不會打台灣 他沒有打他 反而比較危險的是 朝鮮 越南 還有這個什麼 這個印度 這個反而是比較危險 我講實在的話 這裏反而會發生大戰 因為中共這裏比較有把握 你如果說 海公軍我沒有把握就是 六座 我跟你說 他們就反而比較有細節 他說我 你問你們空 他說他也給你握到 去親 他在人家 他說我現在四人四百萬 你再再一枚就有了 你怕他 以前貓祖東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他都敢打朝鮮 他也敢打印人战争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人这 他们不把人当一回事 他们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所以也发动人海战争 你不要人这 所以朝鮮战争 中共死200万人都死国民党的人 国民党的人叫杜 都去做炮的 都大条 朝鮮战争10个期 一个回来 可能 所以国民党投共 他也会变炮 所以国民党现在最好就是 投行美军 你知道吗 没办法 因为他参加中共 他也是做炮 跟朝鮮战争的同样 炮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他跟国民党投行 都上去朝鮮做炮 炮 后一后 那一回 共产党的国民党 他后一回 一回 万多人送来台湾 有 那一批人现在 靠一些老兵 还在呢 以前他就去朝鮮战争 去做共产党 那就是国民党的炮 那就是国民党的炮 国民党在 叫共产党拿来 拿去做朝鮮战争的炮 炮 对啦 这个中共的都战队 在那后 在那后边都穿上去 你如果不往前冲 你会把你扫掉 叫你选一条你往前冲 那叫做炮 消耗美军的炮弹 跟机关枪 你就去 你就逃成 那里 你就去那上市 那个叫做炮 所以 他有一倍战斧 我听说万多人 就叫美军抓到 那是 以前国民党 后来又叫上来 台湾 好像万多 我好像记得有这个记录 一万三千多的 将近快一万五千多 那就是以前国民党 逛逛 逛逛逛 逛逛逛逛 后来又叫上来台湾 那也有这种人 那其实好像有 好像他 那个身上好像有特别的刺青 我没听人说过 他有特别的刺青 他不知道刻意什么 是不是反共抗和啊 就是我没听 就是 那边有 在朝鲜战场上 他死不去的 那边 国民党 后来又上来台湾 好像是不是 赤反共抗和啊 那就是那边的老兵啊 他有 反共抗和 因为 他们上去朝鲜 半岛 朝鲜战场上做炮灰啊 然后一要他就适时反共 他就做反共抗和 好像他们身上有 比较特别的事情 他不知道是什么 既然就是反共抗和 他 他 刺在背上 他也刺在 手 刺在 手臂上 他 把他批反共抗和 好像是那一批 那个我忘了 你去看那个 你去看的故事 现在还有呢 所以 美国跟中国一定会对抗 因为那两个价值观 我刚好所有研究完之后 全部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地球村 你觉得这两个会相融 这两个系统会相融 绝对充足 我来说好不了 好不了 所以谁来做美国总统 也没办法改变这种东西 那是价值观的关系 不然你就是跟美国改变亚共同一样 美国就不是美国了 所以 美国如果不改他的价值 就是中共改 就这样子 所以这叫什么意识形态斗争 这什么问题 信仰问题 因为中共是无神论 我来说 中共今天会这样就是无神论 所以那就是信仰问题 我都没说 所以任何东西讨论到最后 一定讨论到他的脑袋在想什么 信仰 信仰问题 他的脑袋在想什么 中国超级造舰计划曝光 造415艘军舰超美国 他有那个心 当然他的能力不足 但是他有那个心 他有那个心要超英感冥 他说的超英感冥 我现在要超过英国了他 我现在要赶上美国 他已经超越英国了 第二个他就要赶上美国 他要赶上美国 他说我在2035年的时候 我要跟美军一样强大 到2040年的时候 我要超越美军 后来我要发动决战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把美军一次集团 成为世界的王 你看 所以中国人打到来 他一直要做宝贝 要做世界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主管问题 脑袋坏掉 你知道什么 这是他主要的问题 所以 他有那个心 他也做了 你看 中国那个国家 既然在造航空母舰 他妈 你那个国家 有需要航空母舰吗 他现在要造六艘 他整个计划都出来了 他到2030年 他要六艘航空母舰 那个国家航空母舰干嘛 他说我要保护 这个中东的石油 你放屁 中东石油由美国在保护 你用级白就好了 他不要你保护 你要去航空母舰做什么 那中国家要去航空母舰 那个有必要吗 他在世界就一个 美国跟你投国了 你现在要去航空母舰 那中国家不需要航空母舰 你如果说是 英国你造航空母舰造三艘 我还觉得这个很正常 有什么 人家需要的是海军 不是陆军 以前的人家大英帝国 只有海军 人家没有陆军了 人家没有听过大英帝国 皇家海军 你有没有听过 皇家陆军没有 他们都是海军 以前整个大英帝国里面都海军 因为你海军 你都穿鞋的 你到陆地上 你就变陆军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所以以前 他们的大英帝国 他们的海军就是陆军 所以美国就承起这个传统 所以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 你知道什么叫做海军陆战队 他平常是海军 那陆地之后 他就变陆军 所以他叫做海军陆战队 那就是他以前大英帝国的传统 他们就是只有海军而已 他们没有陆军 他们都海军 那陆军之后 他穿起来 他们就是陆军 所以他们海陆通用 所以他们是有海军 他们没有陆军很少 只有卫队 所以他们有英国皇家海军 就是这样都海军 所以你如果以前在英国 你要参加的是海军 他没有陆军 他很少陆军 那陆军主要是什么 骑兵部队 跟大炮部队 这样而已 那些车子你知道吗 把鱼子跟这个炮 拖起来 拖到那些地方 整个都没有炮料 那些船里就变成陆军 你知道意思吗 骑兵部队是骑兵部队 然后跑 整个转的 就变成陆地战 所以那个时候 英国只有海军 然后很少的陆军 不是说没有很少 演化到最后 他就叫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一种兵种 他就严格从哪边来 从英国皇家海军来 所以以前只有海军而已 如果陆地我枪拿了 我就变陆军 那就是现在的海军陆战队 才有这种兵种 海军陆战队是海军还是陆军 基本上他是海军 因为他严格从哪边来 从大英帝国 因为他们的海军就是陆军 你知道的意思吗 所以他们只要养船就好 那我只要下陆地 我就变着陆军 这样你听到吗 所以 所以 中国大陆那种国家 怎么会发展海军 他要干嘛 那个一定是为了侵略 就跟大英帝国那个一样 他如果有海军 他如果登陆到任何地方 他就变陆军 他都敢侵略 他都比较老板的 这中国家没话没听 我跟你说 总是他要唱 100%发展海军自卫的抢劫 他讲的再好听都没有用 人家不信任他 他就要唱 他听话 他要做海盗 他妈的他一家都是贼 坦啊 我给你保证这些国家差 所以 日本跟美国 就会说你来 你来开博 我们现在要抗中 其实反而 想积极抗中 什么人你知道吗 日本 日本比美国还要比 因为 日本跟中国刚刚在那边 我边全部都冲突 一直到南海 都跟日本就关了 所以 现在最烦恼的传统是日本 日本跟美国 现在都很坚确的 他们都要防堵中共的扩张 他们都要防堵中共的扩张 所以他为什么要四方会谈 四方会谈就在说这个 他就在讲我今天在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 他们的内容他没有公开的 大概跟我今天讲的是一样 差不多内容 是差不多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你要做防堵 所以我说 他要超英赶美 现在 中国的纯粹已经超过英国了 现在要赶上美国 他说我们2030年 我们就要赶上美国 你知道吗 2030年我就跟美国差不多了 到2040年的时候我就要跟你决战 我就是那个机会要跟你决战 他整天想起来要做世界翁 美防长长娘 他昨天就披露了 25年造舰计划 建制数量增7成 自动中国 因为美国防长也知道 中共确实要造舰 没有错 因为各方的情报都你知道 因为中共那边的造舰计划 整个计划都出来了 一年 并君要生的纯粹 多大只要做30只 一年30只 你想到2035年的时候 要给500只吃 你知道的意思吗 要把旧的都披露掉 现在这一倍都生的 都要给500只吃 那是真的 他们的造舰计划是 一年25烧到30 其实我看是30烧 而且都是上万吨的 都是万吨级 你看一只航空母舰 现在你做6万吨 6万吨 那也算一只 1万吨也算一只 平均你算1万吨就好了 他一年要做1个5只 至30只 所以他一年 照大型军舰来讲的话 是要 总共是至少30万吨 所以大家看说你没台没钱 那中国跟你做权权权权了 你有需要海军吗 中国是不需要海军的 如果说他是为了和平 他是不需要海军的 他不用那么多海军 你说他中国要顾的沿岸 一百艘就够了 一百艘大型 教育现在这个规模有够了 还有存在 你仅仅要顾列沿海 这样有了 有够了 顾列既定领土 一百艘就够了 你不用到五百艘 你五百艘 我定义一定是侵略 你准备要扩张了 百分之一百扩张 因为海军是一个侵略兵种 侵略型的兵种是海军 不是空军 也不是陆军 是海军 因为我跟你说 我们整个地球来讲 百分之七十是海洋 所以你掌握海洋 才能掌握世界 才能够做扩张 你知道 以前大英帝国 这样转给为四分之一的领土 就是透过他的海军 所以海军才是真正的扩张兵种 在我们地球上就是海军 所以中共这个国家 既然要发展海军 那他就是要扩张 百分之一百 不然你发展海军要干嘛 人家说全球所有的航道 我联合国人家主要的国家 我都保保了真好 我也不需要你中共来保护 你说中东的石油 有需要你中共来保护 不要 人家美国就会保护 你不用你 人家美国跟沙烏地 阿拉伯那些国家都有签约 你如果受到攻击就是我美国受到攻击 因为你会危害到我的 美国的石油利益 所以你若沙烏地阿拉伯给我们打 美国绝对出兵 你也说好了 他都跟中东要反流国家大英国 你若一旦给我们打 就是我美国给我们打 我会为你国家安全 你放心 你好好生产持有 所以你放心 中东那些石油国家有 英国跟美国 法国这些国家给他们保护 你讲的意思吗 他不需要你中国来保护 所以你不需要巴掌海军 你发电海军要什么 要跟五百岁要做什么 你要提那种名字要做什么 你就只要扩张而已 你中国那些国家 你百分之九十九的领土 都在大陆上 你不到百分之一的领土 那一些小岛 你担那个金门 还是马祖这一些 这些小岛 那不到百分之一 你百分之九十九%的领土 全部都在陆利上 你应该发展陆军 你既然在发展海军 你有非分之想 你有不一样的想法就对了 所以当然 美国也常说的 我八号就讲 九号他也讲 对 其实这个就是要害 那种国家是不需要 中共那种国家 是不需要海军的 你如果说真的是要 要维护世界的和平 你不要军备竞赛 你不应该发展海军 你就发展你的陆陆军就好了 你不要军备你的空军 你的海军和你陆军的预算 占百分之九十 在中国大陆这样是很正常的 你海军只有10%就好 就好就好了 我就把我海花告好就好了 这样你真的是有一个好遍 我不要说你这样是有扩张的原因 但是你现在都没正常 因为你既然这种陆地型的国家 在妈的发展海军 那个安倍晋三和菅尼尉 现在就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是为了扩张 没有错 其实日本党先意识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有这个惨痛的经验 原日战争 蒙古 以前侵略过日本 都叫红台打倒 叫做神风 叫做原日战争 都打三件 打到日本政府崩起了 日本政府崩起了 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蒙古侵略日本 日本在九州半岛上面 在那边在那边防守 那整十万台军在那跟蒙古帝国 军队在那里打海战 打到后来虽然说 叫红台九但是 连昌幕府因为这样 战争的缺一堆的钱 要去帮你 财政崩溃 想要连昌幕府帮你 连昌幕府 以前的 日本国政府帮你 那叫做原日战争 连昌幕府在兜台 对啊 所以 日本也有这个经验啊 所以他 第一个想到说 你如果你看这个海军 日本第一个有警觉到 你还要侵略了 因为他 以前 要求中国弄过一件 所以日本就警觉到 安倍政策跟建议委 他们一定坚定办公 因为他要发电海军 不正常 极度的不正常 日本也跟着航母买战机 强军计划抗衡中国 因为两年前 那个时候 他就意识到 中国要发展海军不正常 所以他也 把他的 军费增加 日本也 跟着中国一样 一起增加 所以如果照这样下去 他如果不改变是军备竞争 所以就 可能 酸地料一 可能这方面会协商 看中共要不要改 他就说 你要裁军啊 你的 你的经济问题 这么严重 你中国的经济问题 这么大 那你还要造 你还造那么多船 消耗你的预算 你不要去 拿这些 以前 求你的人民 你 你去这些准备了 你去那些准备了 那些 对中国是没用的 去那些准备了 是为了侵略而已 100%为了侵略 所以 如果中共 如果不改变的话 再来 就会军备竞争 美国跟日本 就会对中共 展开军备竞争 台湾也有军备竞争 台湾也有军备竞争 那特别厉害 那未来局势 对抗起来 哦 我们也很严重 反正你们看着办 这个我也不知道 未来会长怎么样 还是 看局勢起来 两方 对抗是一定的 那军备竞争 可能也会 大概也逃不掉 应该也是逃不掉 中共 因为他要造船 我们旁边 在旁边国家一定会防卫 那个以后再看 局势再变 那个我们 我们要看多方 会谈料一样 还有中共的态度 过来第二个 美国国外的印太联盟的合作 那美国 那相应对的法律 美国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说过这个问题 国会有同会才会 这个法案 是S2547 这是今年的2020年1月15号 在参议院通过的 但是众议院他还没有通过相应的版本 为什么因为现在还在协商 所以众议院那边他还没有通过 现在又是一个草案 但是 参议院这边一定过 参议院那边已经过了 那众议院因为还没有最终协商的结果 所以众议院那边他还没有把这个草案拿来死 但是参议院一定过了 那可能会照这个来通过 到我们到时候就会组印太联盟 它在主要是什么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and Europe regar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印度太平洋和欧 和欧洲 要来做对抗中共 所以 这个印太联盟的政策里面还有卡到一个地区就是欧洲 要做一个揉来对抗中共 那这篇法律是说这样 反正这个里面讲的我讲他主要的政策声明 这是美国的政策 他一定说了 这是美国的政策 前面他这些就是说到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你都自己去看这个法案 我就不认 他说 美国盟国和伙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有效竞争至关重量 他说他要竞争了 不是 好像军备竞赛 他们要对抗 他们要竞争 是有这个意思 政策声明是说这是美国的政策 一 扩大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以及欧洲 以及全球志向相投的国家之间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同盟和伙伴关系 这对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有效竞争是至关重要 美国再来会拉帮结果 然后跟中共对抗 那在印太地区就是印太联盟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跟北大西洋共和组织要做联合 现在对抗中共 与这些盟友和伙伴合作制定统一方法来应对和制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重大外交经济和军事挑战 三 与全球志趣相投的国家合作促进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 这是美国的政策 他说民主跟人权还是很重要 所以美国也有通过相对的法律在这一边 他只是跟那些国家都没有说好 说好之后这个法律就会通过 可能会签一些联盟的协定 主要会以旧金山条约为主 但印太联盟我看会以旧金山条约跟美日安保为主 再说美日安保的扩大方案 就是把美日安保做比较大 他以旧金山条约做他的什么 做法律的根据 然后再跟他扩大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美日安保的价格 那我们可以再拉其他的国家进来 这样我跟你说 一减二货 莫拉减四货 那直接扩大就可以 在美日安保架构 再扩大就好 那你就不会那么费神 你现在有的架构 你现在有的架构 你都把南韩扶在里面 你都把台湾扶在里面 你都把外南扶在里面 你都把福利兵扶在里面 你都把印度扶在里面 你把澳洲扶在里面 你把澳洲扶在里面 那一些在威胁 就把他抓进来这个联盟 你只要扔一个联盟 你只要扔一个联盟 全部都给你做到 他叫做印太联盟 这个印太联盟跟北约是一样的 因为北约那个架构很成功 因为苏联以前要扩张 你知道吗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苏联盟 这个苏联盟 叫做什么 华沙公约组织 以前在那两战时期就是 华沙公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两个去对抗 现在同样的 中共跟美国要对抗来讲 那他在这里就要组一个什么 印太联盟 跟中共对抗 一样 他也会组联盟 以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一模一样 只是现在变成我们的印太联盟 那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美国有相应的法律 第三 旧新山条约下北约印太联盟的合作 先来看旧新山条约批准 中国和中华民国 都做四十六个国家有策 你要记住 里面没有中国和中华民国 所以中国和中华民国没什么分 他不用分台湾也不用分南海 他现在在台湾和南海都有的人 所以我们来看主要的国家 澳、澳洲、加拿大、法国、河南、纽西兰、菲律宾 这个大不列的丁与北阿兰国 这个是英国 每一间合纵国 跟越南跟日本 这是旧新山条约主要的策略国 主要的 跟我们比较有关系就是这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都在北大西洋公的组织里面有策略 那印度对于旧新山合约中部分 条文限制了日本主权 以日本民族独立有意见 虽然印度被邀请签署合约 最后印度并没有出席合约 所以印度共要策但是他没策 最后印度和日本也有赔偿的问题 但是印度都没有赔偿这个赔款 那北大西洋公的组织是这样的 那北大西洋公的组织就是NATO 以前这就是冷战的架构 北大西洋公的组织和苏联的 华沙公的组织去对抗 那就是冷战 直到苏联倒台 苏联倒台是好像1991年 柏林围墙就倒下了 苏联都崩毙了 苏联就解体了 那北大西洋公的组织的会员国 共有30个 那我们讲比较主要的就好了 就是我们刚刚在旧新安条件里面 这些 这大西洋公的主要国家是加拿大 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那当然还有一个帝国 但是帝国在旧新安条件里面 他没有签 但是没问题 因为他北大西洋公的组织 想要他都会拖拖 就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的组织 这代做是要跟我们一起 对抗共产党 那旧新安条件 与北大西洋公的组织的交叉名单 就是说你在旧新安条件里面 有签跟北大西洋公的组织 但是里面有签跟主要这些国家 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跟荷兰 这些主要是有签的 所以这些国家都会来 因为这是旧新安条件的签略国 他们是盟军 然后又是这个什么 北大西洋公的组织里面的人 他以前对抗共产党 他还有经验 所以要借助他们的经验 来帮我们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共产党用的签略 他们现在要给他们赶 也能给他们提供后勤上的资源 他会给他们盗杀党 对我们对抗共产党是有帮忙 那都签约的国家是旧新安条件的盟军 就是这几个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和荷兰 他们在旧新安条件里面有签约 所以是盟军 那也是北约组织成员 因此主要占领全国盟主 美国这次呼叫 欧洲盟友共同对抗共产党 这件事就是 后来的国家再来 来 我们 北大西洋公的组织 现在要叫旧新安条件 在这里我要来处理这些国家的民国 我们是盟军 主要占领全国 我现在要来处理这些 你 北约要把我作为来处理 都给他修了 所以我跟你说 旧新安条件和北大西洋公的组织 这些签约国要来联合 你知道吗 联合起来 因为这次对共产党有处理 处理过共产党的经验 所以旧他们的经验 现在整个都给它称称起来 有一个例子 要共同对抗共产党 并且是对抗苏联 现在是对抗中国共产党 那究竟那条约 第25条联盟国定义 本条约所谓是联盟国 为与日本进行战争之国家 或依据第23条所列举先前 为该国一部分领土的国家 而此国家已签约并批准本条约者 这叫做盟军 叫做盟国 叫做联盟国 这件要做盟 主要要做盟军 它叫做什么 印太联盟 印度太平洋的联盟 主要就是旧金山条约的签约国 人要来 中美外长连环访欧 欧洲成为中美两国拉拢对象 这个人王毅你知道吗 王毅他也去访问欧洲 然后吃闭门羹 欧洲基本上拒绝中国共产党 然后他接受谁 他接受蓬佩奥 蓬佩奥仿东欧只在打造反华联盟 这一次过欧洲是蛮成功的 欧洲那些国家现在还是很反共 所以蓬佩奥奥现在要就北大西洋共和组织的力量来反对中国共产党 就是北大西洋共和印太联盟在结盟 这会对抗中国共产党 那第四章 台湾是印太联盟的美军总部 有没有法力 有 所以美国讲得很清楚 我要执行台湾关系法 我没有要改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讲到这些东西 就是我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我美国军事政府 我随时都回到台湾 做台湾的地理当局 你会想 台湾的治理当局是美国军事当局 美国军事政府才是台湾的地理当局 因为这有法论 那就是说我随时都把台湾 变成我美军在控制 完全是我美军在控制的政策 它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台湾的地理当局就是美国军事当局 所以我说台湾随时都把美国军事政府接管 把他抵抗的地理当局 所以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匠领 这是对的 这当然是他在控制的 所以叫做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所以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匠领 这是真的 这是百分之一百 然后是属于他在控制 所以 所以 蔡英文也 他也要听美国国王部的 有没有 你看蔡英文跟赖清德 要跟中美国总统臣 都要去拜佣什么 去拜佣美国五角大厦的国王部 他去到小黄奸里面 都有夹蓝蛋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记住 他告诉你 台湾是我美国的检子 你要听我的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你们这个去中华民国的选举都选举了 知道吗 你逛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你逛出来之后 人家他要去国王府那边 他会给他贺电 那个白宫会给他贺电 说你当选台湾总统 那是台湾机构的总统 那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没有 这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机构的架构 这个我以前就讲过 所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实质上是极 这个意思是台湾机构 那什么是台湾机构 非常简单 美国军事政府的代理人 他的代理 他不是台湾治理当局 因为台湾治理当局 是美国军事当局 这个很重要 台湾的治理当局 是美国军事政府 这个不能改 因为台湾随时的 叫美国军事政府 会给他拆掉 所以中华民国随时的 拿掉 只要美国军事政府 去买 中华民国他就拿掉了 因为美国军事政府 给他说 台湾的地理当局 是我 美国军事当局 台湾 台湾 台湾的治理当局 是美国军事当局 他随时都会给他的 新闻 就把他塞在法庭里面 所以我说 蔡英文最怕这一条 中华民国 因为诈篇集团 最怕就是 台湾关系法的 第二条到第三条 第二条到第三条 他最拖 所以我说 中华民国的 叛军 他一定不让你知道 台湾关系法 第二条到第三条 他一定不告诉你 那就是叛军 因为叛军最怕法律 我说 一个人要反罪 他一直刑犯法律 侵犯法律 他要装作这些 他没有看到 他要装作这些 他要装作这些 这是清代公共的 这是真的 所以中华民国那批 大变集团 最怕台湾关系法 第二条第三条 他最怕这个 第二条 我再说过了 这个 美国已经不承认 中华民国是一个政府 还有台湾治理当局 他已经不承认他的地位 然后还有第三条 他也非常的讨厌 我今天要捏给你听 我上一次有讲第二条 今天我要说第三条 我再讲一次 这里很重要 这就是台湾随时 会被美国军事政府接管 的法律就在这里 这是蔡英文 中华民国炸备集团 最怕就是这 因为这有法律 这个美国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的第三条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实施 A 为了推行本法第二条 所明定的政策法 第二条 所以你要去看第二条 第二条 开中民意就有一个重点 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然后我美国不再承认 他的政府关系 他回路了 再来就是这条 最怕的 美国将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 B 美国总统和国会将依据他们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遵照法定程序来决定提供上述防卫物资及服务的总量及数量 还有来重点来 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向总统及国会提供建议时的检讨报告 你看台湾防卫的需要 要什么人你冠定 美国军事当局 台湾有一个美国军事当局 这里就丢了一个伏笔 台湾在你当局是我美国军事当局 我随时可以回来接管 我如果说台湾我现在要接管你不能懂 你中华民国得起来更多 你会听我美国军事当局 所以我说台湾真的老大什么人 美国总统跟他的军事当局 这才是老大 台湾真正的老大是什么 我就是要这个 什么人对台湾合法在管理 美国军事当局 这个不可以改 这很重要 他妈的中华民国诈篇集团 他们最怕这个 最怕被美军接管 我最喜欢这个 我就是台湾 喜欢台湾被美军接管 我最怕这个 我希望美国 军事当局在台湾 而且他合法 然后他随时可以说 我就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我就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马上蔡英文把权力交出来 来 现在帮我管 台湾美国就没了 所以中华民国随时可以下架 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中华民国真的随时可以被下架 法律就在这里 台湾有个美国军事当局 台湾实际上的政府是美国不是政府 所以台湾治理当局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然后他会按照控美案里面讲的 还有台湾关系里面讲的 他会跟你成立一个台湾民政 我给你加一层 共同去执政 那叫做台湾政府的什么 架构 所以我们台湾的管理都带在什么手段 美国总统和他的军事当局的手段 不在我们台湾人这里 我们台湾人是叫架的 所以我跟你说 你美国军事政府 雷州的台湾民政有这么多 出的都嫁 你说的林子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教育训练机构 那是一个基金会 那是真的 他给你训练而已 但是训练之后 我们后面是要交给整个都交给美军去处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等美军进来 你 如果美军不来 你也没效 所以 你都在这插在那揽 什么插在那插 那插在那插在那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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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美国军事政府在跟你插 不是啊 没效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 是要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来给你启动 你知道吗 那个按钮在他那边 在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的抽筒 现在美军也就会补起来 他就一个什么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他就把我们这篇学院扭起来 做会不会做台湾做的 这样就对了 那整个法律都对了 所以中华民国会不会诈骗基本 最怕这个 最怕我今天讲的这个 他很讨厌 他很讨厌我讲这个 因为我讲的料理 我底牌都给你知道吗 他们当然很讨厌我 那拖鞋我是正常 因为我讲的 你既然 台湾 现在你说 八十位都没关 你说的 你说的 你说拖鞋 我咱就在那边 奇怪 你怎么说八十位都没关 你如果说拖鞋 就有人突然理了 因为你说的要害 说到他最怕 所以他们那些欧人都拖鞋 很正常 因为你说的这就是要害 我讲这个就是里面的要害 台湾有一个美国军事当局 代表美国军事政府随时接管台湾 这个就是台湾治理当局 你知道意思吗 他随时有的管理接管台湾 所以我说中华民国随时会不见 这个也是真的 因为这个法律是在这一边 那中华民 说把台湾收起来 美国总统给你收拖鞋 他有一个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所以台湾随时会有美国接管 这就是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台湾治理当局 一定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他随时可以接管台湾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可以再讲 中华民国是台湾治理当局 你们就在这里 第二条一定会做 那台湾治理当局 它有一个功用 随时可以接管台湾 那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台湾治理当局的权力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治理当局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治理当局 美国军事当局 那些插头就是要 他就要偷偷这个 这不能说偷偷 台湾的治理当局 一定是美国军事当局 因为台湾随时会有美国接受 陌生的外套 那些人都要向你偷偷 他是偷偷 要偷偷 我让你知道 你不要让美国知道 你随时都回宰台湾 放在这里 以前很好的 所以美军会不会随时 住房臺灣把臺灣接管 會 就這一條 他們最討厭這一條 臺灣治理當時是美國軍事當時 他們好討厭 中華民國的富裕 如果臺灣叫美軍折管理就富裕了 就無意了 還算下去 他還有中華民國臺灣的空間嗎 沒有的啦 吃大便了 所以他們當然最討厭這一條 很討厭 非常討厭 我今天講給你聽 美軍隨時可以接管臺灣 那就是臺灣治理當時是美國軍事當時的權利 而且是合法的 所以 美軍你放心 你隨時可以接管臺灣法律在這裡 隨時給臺灣收拾 不要讓中華民國臺灣現在在那裡求臺灣人民 所以法律在這一邊 再來就是C 只是總統如譽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 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訴危險 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按照臺灣關係法 任何國家侵略及威脅臺灣 將被視同侵略及威脅美國 因為臺灣安全是美國國內法憲政等級的國家安全問題 臺灣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臺灣的首護省是美軍 臺灣被侵略將啟動印太聯盟及北約組織聯軍 就是說你臺灣人家如果說侵略 我跟你說 印太聯盟到 北日安保都會啟動 然後還有你整個啟動料意 我跟你說 你連北大西洋公的組織下國家都會頂張 那就是人家說的八十國聯軍 就跟你臨入了 為什麼 究竟我們條約是四十人的國家簽的 北大西洋公的組織是三十個國家簽的 這兩個打起來 我跟你說 都在差不多七十個國家 當然 裡面就重複啦 大概有六十個國家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人家說的就是八十國聯軍 就直接把你撞入在中國 連五羅斯也看到這個情人說 我也要奔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大家就把你中國奔掉了 他說你中國以後就沒有中國 他就把你奔掉了 你不要說你中國很強的 全世界這些國家聯合起來的 既然你也要奔掉 你國比較大也沒效 我把你的人民都收 把你抓抓走 把你中國的十四億人民都把你分散 我都覺得格林蘭不錯 格林蘭都冰 或是說把你抓去俄羅斯做勞改也不錯 非洲大陸也很看 南美也很困難 你知道嗎 那些國家都把你分散 他就說 這個兩千萬 交給印度 沒有啦 這個兩千萬交給烏拉貴 這兩一個中國人交給印度 把你送去印度做路 把你給你勞改 你都對我這麼厲害 我把你奔掉 把你十四億中國人民都把你分散 把你分散去勞改 我把你勞改一下 把你以後沒有中國人 我的手段也很讚 我可以讓你整個中國人都不見 你以後沒有中國人 把你十四億人民看得到都抓走 分散到全世界跟以色列人被魯一樣 把你十四億人民說 把你賺這個給你分一分的啦 反而你就 你就美國分個五千萬 把他考慮做勞改 讓他自然死 印度人口所在你分兩億 印度你分一億 你五路四鏈土地看你分兩億 在那裡做勞改 你知道意思嗎 讓他自然死 以後沒有中國人 就這樣子 把你分掉 只是敢不敢做而已 你如果要做到我就給你滅主 那叫種族滅主 因為以前做過 以前做過 美國把印第安人全部滅掉就這樣子 把你分一分的 把你送老闆 以前做過 你知道嗎 那比較鄉 以後沒有中國人 那國家也沒有 你什麼族都沒有 沒有了就沒有了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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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民族這樣說不定 你像醫生的人都叫幾個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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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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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你還要有民族,要去噴丟他 女兒去做苦工,如果女兒要替人生的兒子 你就沒有了,你經過二十年後,你的民族都沒有了 沒有了,這樣子啊,噴丟 那是咬到不咬而已 我如果都沒有下線,我就有這種人 他媽的我比誰都殘暴 我如果沒有上帝,我也比中國人還好 什麼樣最下山爛的想法,我都想得到 所以我來講,人類是很罪惡 你如果沒有上帝,我也是個邪惡 我如果沒有上帝,主管給他喊 我可能是十惡不色的罪犯 你知道嗎,可能是這種人,我去想 但是我沒有啦,我沒有走那條路 但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有再惡的想法,我也想得到 他媽的我想一想,我也好像不是什麼好的 你知道嗎,那很壞的我都想得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看他去做 我也知道他在做什麼 像我以前的做 你知道嗎,他好像是我好兄弟 我好像認得 我好像知道他要做什麼 所以說,我有這種事 證明我也不知道什麼好人 那是說我今天,我沒有去做壞人 所以我都說,我是一個沒有那麼壞的壞人 你知道嗎,我是沒有那麼壞的壞人 你知道嗎,我不是什麼上帝啦 什麼至善的人,我不是啦 我是沒有那麼壞的壞人 所以我也是一個不好的啦 因為我沒有像你們那麼不好 你知道嗎,我沒有走那條路,這樣而已 我還要做好,這樣而已 不然我也很壞的耶 我心思異念,一些勞改 堅硬如劣的,我也都想得到耶 我也不是想不到耶 我心想想說,幹爹,要把你處理掉 你們老師的,我讚的你們就有 你不要整個桌子裡面都有這些東西 那些壞人,我也有啦 其實我沒有去做 你知道嗎,因為我們雙性有雙性 你知道嗎,我們才沒有變成那種人 才沒有變成中國人,中共那種人 因為我們要做好,所以我們才沒有去走那條路 我們要修法路,我們有相對 你知道嗎,所以我們才沒有去走那條路 所以我們才沒有去走那條路 所以我說啊,一個人會做好的人 也要做壞人,那就是主管問題 你都不要懷疑 所以一個壞人也可以說 他的灰心鑽以後要說 我要回到新家,他也要做好人 所有的好人都從壞人來的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不可以說生日就好人 那是說,我們做人料料 我們就說,我們要好好做人 要收到收益,不能去做壞事 有些錢,要賺你賺,你不能賺 你有些工作看起來很方便 但是做到多端,那你也不用做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是選擇之後,他要說我要做好人 你知道嗎,我們才沒有去做壞 不說是,我們也有壞人的帝 不是沒有 其實說的時候,我們沒有去做壞人 我們自己要做選擇 你要有信用,你要相信是 要做好嗎 這樣,這麼不去做壞 那就是信用 信用就是說,我要走好的路 我賣的路,我賣的路 那叫做信用 你知道嗎 信仰是這個東西 信仰讓你有一個好跟壞 但是你選擇的好 good 你選擇的良善 你選擇要當一個聖結的人 要做性格 我沒有要做那個壞 你知道嗎 所以,所有的人類都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行惡 墮落 犯罪 滅亡 那一個就是你自救的道路 你要行善,你要做好人 你要往上帝靠 你要相信上帝 你要遵守法律 你就往這邊靠 所有人都要自己為你自己的選擇 負責 所以我說 所以為什麽信仰有說 跟牧勢的時候 有一個人被分不住 那是他的選擇 有一個人他的得救 因為一邊要做好 你知道嗎 一邊得救 當然也要做好的得救 不然大家都要行善 所有人都知道要行善 我如果靠近都要做報仇 什麼樣的 驚心払 要跟自己做好 知道要做好 你知道嗎 有的人他就堕落了 他就連下 他就整天做到對方 所有做都不好 那他就是堕落 他整身的堕落就是這樣而已 那就是分開兩邊 一邊要做好的 一邊要做不好 這個就是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就是說 一個人 一個國家 一個團體 他要行善 他要做好 他要修善 他要順手 上帝心 你這樣 這就是要做好 另外一邊就是要做了 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世界中的人 一個人 一邊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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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不會騙了 美国人来说整个美国 我跟你说有一半人会得救一半人不会得救 就在讲这个 你说美国没有堕落分子吗 你看现在政坛上面那些好几个人 你有权有势的一堆是堕落分子 所以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好的 当然美国人有一批他也拼命行善的 他也要挖上一个人拼命 拼命来做 他要遵守神的法律跟命令 有这样来做有没有有一堆 所以拼命一个国家里面有好人有坏人 你说中国就好了 中国人里面都是坏人 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像中共那种人一样 你中共那种团体当然是做恶多战 那不用讲 那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像中共那样 中国人民里面他也有一批人 他有神的 然后他要向神 自己说他的环境很困难 他在中国那个地方很难当人 做不好 他就说我真善人 我跟他真善人在那里练一个气功 我也用了 他真的做坏作啦 他也没做错什么的 他就只有练气功而已啊 我真善人有什么错吗 也没什么错 他也偏上帝这边 当然他不完全的 你不要紧 像某一真善人 离神这边也不远 像某不会走到共产无神论那边去嘛 你看共产无神论那个就很残忍 所以一旦走无神论一定残忍 一定堕落 一定犯罪 你如果有神论你就说我要骗好 人家法轮功也说我真善人啊 对吧 他也不强调说我要无神论 我像要堕落 我会犯罪 我会侵犯法律 不会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一个中国里面 也有一些好人 不是没有 做恶多端的当然 当然也是多了 你像我共产党的配合 都不是好人 你来参加国民党 又参加共产党的人 我说你绝对没有什么好人 我敢跟你保证 你绝对是堕落的腐败分子 因为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去参加那种组织 你不敢 你良心买败 以前我做兵的时候 人家也有你说 你那些加约国民党 在那两千年的时候 那些两千三年也有 他也有推荐在入党 后期我要退后 这些都没有 没有人说 你要不要入党 你要不要入国民党 有的 我那时候你问 我听说 我爸那时候就坐了 因为他有跟你问 你要参加国民党 那我爸他就没有 我参加什么党 我三年就要走啊 我做兵做后就要走啊 我爸他就没有参加国民党 他就没有参加国民党 他说差不多10年里有一个人参加国民党 以前我们爸那天 我们爸是差不多大概一九八一年去做兵的 结果我出生那一年他就当兵了 1981年 他那个时候他在外面的时候就 当你问 就问你想要参加国民党吗 我们爸那时候就很多了 很多人参加国民党 那时候很多人参加国民党 他说10个里面差不多一两个参加国民党 那你参加国民党都被你了 都有福利啊 會把你調到爽的單位 或是把你做一些責任 參加國民黨在那時候真的有責任 你出一些事情如果不是很大 你沒事 因為你是國民黨員 以前是國民黨員 所以那是國民黨軍 以前我們法案叫國民黨軍 你就參加國民黨你就好理就對了 那葡萄長都對你比較好 所以以前整個葡萄長 一些什麼輔導長 一些營長 以前都是國民黨的人 一些師長都是國民黨背景 以前沒有民進黨 以前只有國民黨 他是一黨獨大的 今天就問你要參加國民黨 以前就是這樣 有一個人參加國民黨 就從我們爸那時候他們就沒了 他就說我跟葡萄長都沒了 時間搞就走 都沒有參加 那你就當小兵 民進黨是1985年還是86年才有的 沒有國民黨 但是當我做兵2003年的時候 在那時候 我告訴你 因為我還有你問的 你說你要參加國民黨 參加國民黨 我沒有 他在那時候跟我問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我就反對 我沒有 我一年就走 我沒有 你要叫我參加我真的沒有 國民黨 我真的沒有 國民黨印象我很壞 非常差 所以你說 你一個人 你會去參加國民黨 你敢參加嗎 你敢參加 共產黨 我覺得你如果參加國民黨 跟共產黨 我覺得你做對 你百分之一百不是好 你記得那種黨 你參加下去 那就是墮落 那就是犯罪 所以參加國民黨 參加共產黨 就是罵的犯罪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個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 如果起來 我要立一條法例 參加國民黨 參加共產黨 他罵的都是犯罪 都是犯罪份子 你如果那種黨參加下去 我都會怕 你敢叫我參加國民黨 你跟我說的事 我沒什麼大 你跟他威脅的理由也沒有 我參加那種黨 你懂什麼意思嗎 所以一樣 同樣一個國家 裡面有人墮落 有人沒有 就這樣分開 好到壞 就這樣分開 那你的選擇 你要做好做壞 你自己趕 像參加台灣民眾的 我自己趕 我就說 一定要修法路 然後遵守這條路 我們台灣人在走 我們台灣人在走開 我們不要去犯罪 我們自修法路 我們就這樣 我是因為 法路的原理 才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條台灣人 出頭天的機會 為到我們台灣人 也為到自己的戰鬥 我說的事 我也不會去參加中華民國 研究在這裡 中華民國 我絕對不會去參加他 為什麼 參加中華民國 是墮落的行為 那時候 必須你也說 你要做一個選擇 你不要去中華民國選 我就沒去 我說 以前不對 因為我選舉 也要去 投過中華民國選舉 因為我以前投民政黨 我也要跟他投一件 後來我參加民眾 我知道後來 我就不參加 我知道 那不對 因為你怎麼 你不可以聽 中華民國的詐騙人 你不可以再聽他 所以 2011之後 我知道 我就不再參加中華民國選舉 因為我知道 那不對 你要做選擇 我就參加台灣民眾到現在 那是選擇 你知道嗎 你選擇不要再犯罪堕落 因為你現在參加中華民國 就是犯罪堕落 你知道嗎 你參加台灣民眾 這些都合法 你這麼快要處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要參加合法 不要參加非法 你看 我沒有參加國民黨 我也不要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 那我要選擇 那我要參加台灣民眾 我自己選擇 因為我知道要修法 就走這條路才會通 所以 我是因為法律的緩齡 因為上帝的緩齡 所以我才來參加台灣民眾 你知道嗎 那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麼 因為這一條路才走得通 你如果這樣來參加台灣民眾才對 那當然也為了個人的戰鬥 也聽說我本土有一些利益 那如果本土也不錯 你如果這樣來才進行 像我這樣才正常 你才躲得久 因為你知道中華民國跟國民眾 那都不能參加 那是修行一條 那是墮落 那你有覺得好的 你如果不要經好的呢 那你幹嘛要跟他一起墮落 你的理會議啊 你要參加一個合法的性 你的準手法論啊 對嗎 那你不這麼害怕的處理 那你不 那你齁 那我才會變主管國家 因為你都修行一條路 那你都照期間來做 你不會黑白做 你這樣才會變成正常化的國家 你不用帶那些 國民黨那些詐騙集團 都大行做都頭一部 他們那些人齁 都真的是南道女昌 對啊都騙做 我就看到都知道 還在做頭一部 對啊 所以你看看 都在做頭一部的民族 就帶中國人這樣 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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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美國軍事政府隨時都在台灣 把中華民國收掉 美國軍事政府會說 我是台灣在你當中 管理在我收拾 你就要讓我接送 這樣美國軍事政府就把中華民國 整個都收掉 這是他的管理 所以中華民國在被 強盜詐騙集團最怕這一條 非常怕 非常討厭這個 他們很討厭就在這裡 百分之一百 那叫做台灣地理統教 所以台灣地理統教就是美國軍事統教 這很要緊 這就是說 我跟他講的 這是要害喔 雖然美國軍事政府可以去台灣 把中華民國收掉的管理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中 這就是我們的法官你問的 我又沒看到美國軍事政府 怎麼沒有 沒有 法律什麼在這裡 他們都有法律 他們應該去看 看來在這裡 台灣關係法 第三條的筆 有一個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地 就在這裡 你說有沒有 法律 如果法律有隨時都發生 美軍隨時都在台灣成立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地 法律就在這裡 隨時都在這裡 隨時都在這裡 那就是中華民國詐騙集團最怕這條 法律 因為法律有 他隨時都在這裡 美軍隨時派三十萬大軍 在台灣幫你打算擠下去 這就是他的 那就是中華民國詐騙集團 他最怕就是這個 他把你 人家跟他講 他說 好 沒辦法去看看 中華民國就這樣 沒有 所以我說的 他們中華民國最怕就是 美國駐軍 台灣是印太聯盟的美軍總部 印太聯盟將以美日印澳為核心 台灣因為最接近中國 美國 美國 依據舊金山條約及台灣關係法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將成為印太聯盟的指管中心 所以我說 台灣有一個美國軍事 中國以後 他也想說 什麼 印太聯盟的指管中心 你看 台灣有那個什麼 鋪爪雷塔在樂山基地那邊 他為什麼別的地方不設 要設在台灣 未來他的指管中心 所以他早上都設計好了 台灣以後就是要做 印太聯盟的指揮中心 要放在台灣 我們的雷達站 我們的一些資訊站 你像 Google你知道嗎 他在台灣有社中心 那個要幹什麼 以後的資 要做台灣的資訊 指管中心 所以Google那種公司要進去 我像 微軟在台灣也有信 很多美國公司和資安有關係的全部都進來台灣 那些都國防部 可能跟國防部請他們進去 他們要在台灣做什麼 印太指揮中心 所以叫他們請進去 他們所有的名字都跟美國公司沒有簽用 都在美國人的手頭 你不知道要做失敗 所以他們其實都 美國都有在佈局 其實都有在佈局 兩次共美案提及要恢復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建立台灣政府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將依法轉變成為台灣政府 他會按照這個台灣管理法變成我們的台灣政府 再來 恢復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台灣 將成為亞洲中法治民主自由的主權燈塔 光照一切黑暗邪惡的勢力 恢復印太地區的光彩 美軍要去台灣之後 他也跟美國的勢力交給國家的跡彈也握 我們台灣就變成什麼 法治、民主、自由的主權燈塔 你知道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亞洲議題以來都有主權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也要來亞洲才能處理 因為美國自己去外之後 他也要改革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法治、民主和自由 我告訴你 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名字都在信經上 從全世界說到法治、民主和自由 一律從聖經裡面的教育出來 中國文化裡面沒有法治、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 你要承認 中國人的教科書論語裡面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法治、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 這些東西只有從基督教的國家才有 你相信神的國家才有這些東西 不然不會有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神的智慧財產權 神的智慧財產權就是法治、就是民主、就是自由 我怕他告訴你 所以一個人有法治、有民主、有自由的人 這個人才是神的智慧財產權 這是神的智慧財產權 這叫神的靈 那神的靈只有賜給相信神而已 所以一個相信神的人才有法治、才有民主、才有自由 所以信經說一句話 真理、實理、自由 這個就是真理 法治、民主、和自由 這個就是真理 真理的現象 當然他也算真理 在政治上他也算真理 所以真正一流的政治核心的精神一定談到這個 法治、民主、和自由 這個是上帝的主權 這個是有神論的國家才會有的東西 你相信神,你才會有法治 因為法治是在上帝 所以你會受什麼受法治 因為你受法治就是受上帝的 法治 還有就是民主 什麼叫做民主呢 就是 因為你一個人適當立法 那 因為 你要解割一件事之後 你要把所有人都團結起來 來處理一件事 那個就是民主 那 民主是什麼讓你這一批人全部在一起的 你有神的信仰 你才會團結 你才會團結起來 你有發生的事情 你才會團結起來 那個叫做民主 所以 民主就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什麼東西讓你們團結起來 事願結成一個什麼 團結 那個就是民主 你有什麼意思嗎 好像你自動建造一個國家 你為什麼變成一個國家 當然 我說 這是神的基地幫你做的 所有人 所有人 叫這批人 都會做的 那個叫做民主 所以那個民主 所以那個民主 背後要有神的什麼 神的意志 然後你就會遵守法律 去成立一個國家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民主叫做什麼 五月花號公約 美國人的祖先 那個是五月花號公約 他們就主動簽一個法律 說我們起來之後 我們要組一個什麼 組一個 自治的政權 那個就是民主 五月花號公約 那是最好的民主 用你看 一般的人民說我們 自己要組一個國家 那外 全世界很多人 都跟我們 那般的人民說 我們起來之後 要結為一個 自治的團體 你知道嗎 那就是民主 那就是民主 因為 最多人說 你要團體起來 你要這個話 那個就是民主 所以 民主不等於選舉 民主不是選舉就好 不是說我挑戰民主 那叫民主 那不是民主 民主不等於有新的民靈 叫你們這些人要團體起來 用法律的方式 大家說得好 大家共同有一個方向 那個叫做民主 所以 民主也是從上帝來的 那個才叫真的民主 不是選舉那個票投 那叫選舉 選舉是選舉 那不一定是民主 選舉跟民主是兩回事 以前 國民黨沒有選舉 國民大會 但是選舉的票 選舉都99.8% 他也說的民主 不是那是選舉而已 所以選舉 那不等於民主 因為他背後還有 神的意思 例如說 他的自由 還有他的法治 這個你要看啊 所以你說租款這個名字 就要有分辨能力 這個有沒有神的意思 沒有神的法律 做背書 你看看 人家每 人家美國人在做事情都有法律 你看那批中國人在做事情有法律嗎 沒有 我看看第一個現在他沒有法律 我都找不到 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都教育過年議員 他講我找花他就要做了 我覺得這個人很可怕 非常可怕 他沒有法律他就要做了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恢復印太地區的主權後 台灣及亞太最終國際地位 將會來臨 神的國會降臨 這是主權盛戰 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 所以我們亞洲 都一定有一個問題 主權問題 一樣的信仰問題 那今天美國那個問題也是信仰問題 現在他們民主黨和共和黨 你這個那個也是信仰問題 那個國家信仰問題 那信仰問題就會產生這種激烈的鬥爭 那兩邊人要磨合 那你說最後誰會勝出 我們以後再來講 我有看到下禮拜有那個時間 要算基金之前我才來講 那會比較主力點 我們會談到一個什麼 就是信仰危機 美國這個問題是信仰危機 他照理說不會 我覺得今天選舉很壞 因為美國現在選舉很壞 他的狀況變得很差 我們再來談這個問題 就是信仰危機 就是美國現在偏離他的建國精神 建國價值 就是離開省 那是不好的 所以現在今天就變成這樣 那是你侵犯所有美國人 所以現在 美國人也蠻痛苦 原因其實就在這 他們偏離了他們的建國精神 以前美國那些國家起來 他們那些國父說的那些名字都很好 其實你今天我來看 今天還是真理 他裡面有神的意思 那是這代的美國人 這一代的美國人 從2000年之後 這一批美國人真的不像樣 從柯林頓那個喇叭總統之後 整個美國就墮落到現在 美國整個肺炎都爛了 從蘇聯一解體之後 美國就爛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美國要找一個對手 給他有壓力 那他才不會腐敗 其實 美國腐敗了30年 就是他這一代很差 像希拉蕊那種 整個都是 腐敗跟墮落的一代 那叫腐敗跟墮落 那離開省的道路就會變這樣子 所以今天上帝在刑罰美國 我們就在這裡 離開最大的租款就變成乘的美國 還好他還有機會回來 那我們下一次再分析這個東西 我下一次就講 美國選舉他背後的原因 今天要趕緊這麼艱苦的原因 我們要談論這個東西 因為這要給我們借鏡 你如果離開上帝 你就像美國這樣 今天就是這樣子 民主和共和的兩個大家 難分難解 我告訴你 這件不管什麼人條 過來都很難做的 川普條 川普也很難做的 你說 那如果 拜登條 美國有危機的 那是危機 你如果拜登條 美國是危機 你如果川普條也難做 所以這就是刑罰美國 你什麼意思 你離開上帝的道路就像這樣 什麼人條 我都很難做的 我告訴你真的 美國總統下一任的總統很艱難 下一任的美國總統他媽的艱難 艱困難 那個跟阿扁第一次上任是差不多一樣的 一樣的慘 一樣慘 你看旁邊站起來 位不 stripe causa 你讚 下一任的總統都像這樣 不好做 非常的難做 有嚴重的 誰做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不管 Civ phon人 何人條過 他都很難做 很難做 所以這就是 苦難 你為什麼會苦難 你离开神的道路就一定苦难 圣经你看圣经一离开神就出问题 一离开神就出问题 所以你不可以离开神 你人类离开神的保护散力就是 那就是主权 所以人类要受主权的保护 你没有主权你就完蛋了 你马上要犯罪了 你犯法之后再来就犯罪 最后就堕落 然后最后就灭亡 就这样子 都这样 你真的都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的人 你不管你担心 你的口依担心 你都不可以离开神 你一离开你就堕落 你就完了 今天美国就是这样子 所以美国今天就是信仰危机 美国的政治圈 今天母子这么担心 信仰危机 他离开神的道路 我下一次就会讲这个 我把前因后果分析师给你听 所以你在看美国今天会这样子 你就要有借劲了 你还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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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发生任何重大事情 你有问题就是你的神有问题 你的信仰产生问题 我得出一个结论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把上帝那些发纹跟蜜 你都悄悄出来 你有知道你发生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找得到 因为这个 世间再也没有新鲜的事情 都没有什么新鲜 以前都发生过 都有相同的案例 那信仰说的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麻烦你看圣经里面都有 你以前没做的 信仰都没做的 你祖先会犯的罪 跟你会犯的罪 都是信仰来的 都有了 所以世间再也没有新鲜的事情 所以你好好把信仰来的都有 现在这个人在犯什么罪 信仰都有 全部都有 都一样一模一样 我看这个人都犯了 一样都是圣经里面讲过 所以圣经里面讲那些 犯了那些罪 那都是信仰危机 离开神就长掉 真的很准 所以圣经是一本最好的法律 和预言书 人类的命运就写在圣经里面 那也没有错啊 因为你就长那个样子 上帝早把你看破了 你就长那样子 你最后你还是要到我这里 你要是跪下 也就是你要向上帝下跪 就这样子 没有办法 只有他能救你 你要承认 全世界只有神可以救你 全宇宙 全世界全宇宙只有神可以救你 才可以救人类 那叫做主权 所以你就又没有办法 所以人不要太聪明 聪明到最后就变笨 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看一些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人都做梦大事 你再聪明的在做愚蠢的事情 跟那个愚蠢的人是一模一样的 那圣经也有说 那也是真理 你来做梦大事 跟那些梦人同样 我就看你的行为 那跟蠢蛋一样 我又看你在犯法 我又来说你还要犯罪了 那是蠢人的行为 圣经里面都说了这些真理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那是造就有了 因为造就这样 圣经本来多多有讲 所以你们有空要念一下圣经 你如果要解决你死命的问题 我建议你要去讨论圣经 我经友帮你结好 那神道学里面有四本就在写的 你要是读一读就会跟我一样 有可能有相同 有差不多的判断 你也最后你不一定会说 你只听你也知道对 再来 最要紧的 这段的道经后我以前也说过 什么会来 神的国会来 就是这个主导文 圣经里面说的 他就是要这个国会来 这个国会来 现在有很大的道经 逃不过了 一定会有很大的斗争 你看中美再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一台 这个主导文里面讲 神的国要降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了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要叫我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这就是你说这个 说上帝国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犯罪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以前你犯罪 你如果没有救赦 我跟你说 你就是没有 你要出的人去救 你不会再有犯罪的机会 你也没有 上帝的国来的时候 就是审判 你有罪的一边 没有罪的 跟神同在 是这样子 审判日就是这样 那就是审判日 审判日之后 你没有回改 你以前有反过罪 你没机会再改 你连改的机会都没有了 该下地狱的就下地狱 该得救的就得救 所以我跟你说 过来你要面对选择 你要下地狱还是得救 你要得永远的生命 还是图今生的快果 你现在做一个人生的选择 你要得救 还是要贪 六条 今生堕落 然后灭亡 是这样子 你要选一个 今天非常无情 我们两个人 一人会堕落 永远都没了 然后有另外一半人会得救 而且是永生 所以我跟你说 当人很 做人很恐怕 当人 当人不是上天堂 他妈就下地狱 所以当人是很可怕的 你应该好法做 有 我们别的父母都跟他说 你应该好法做 什么叫好法做 好法做 人都得救 你如果整天 你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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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我们的父母都跟他说你应该好法做 所以你跟他交代好才不能避免做 什么样的原因 那就是神喔 你跟我们所有人说 你应该好法做 人都不会做 不然你的灭亡 那就是跟你说 你如果去参加国民党 共产党 那就是堕落灭亡 所以我先来 那些人跟我说 我参加国民党 我第一个都不要 连讲都不要讲 也不要跟我讲国民党 我没有 我一年我就要走 我参加要死 你跟他问我就拖了 我拖了你这个 因为我知道你是国民党 你如果不要说 我不知道你是 你说了 我知道你就是国民党了 我从此就跟那个人绝交了 你知道吗 离他远离 看到他就散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 这就是你的选择啊 一半的人得救 就一半的人灭亡 很不正的 那就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 我要得救 也希望我们 有你听我 演讲的朋友 大家都要得救 不要堕落 来 这就是启示录 我们后面说的就是这个 你用去看这个 我只是说重点而已 他抓住纳楼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就是说撒旦再来说 他要拖 拖一千年 我再拖出来 这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是 这就是第一件的地球 就是我们这件的美中大战料役 第一件的地球就来了 应该是啦 这个是非常像的 这个也不是我第一个讲 人家很多人都爱讲 这件就是圣魔大战 上帝国要来进行 他有一场非常大的战争 那所谓的战争 我告诉你 不是火炮 是属灵的战争 这都是属于灵界的战争 所有人类都要做选择 分边 我刚才说过的 你要上天堂得救 还是要图今生的快火 堕落灭 你要选一个 这个就是要讲这个 这是属灵的战争 这件的战争了以后 如果战争的人就会永生 你若惊对你就会永生 若惊对你就会永生 若惊对你就会永生 所以我当然也要永生 你若惊对说 我们今生要好好当人 好好做啦 不可以堕落 不可以犯罪 好好当人 好好守法力 你才得救 你若不守法力 你天天在犯罪 你又不悔改 你就是堕落 那就是犯罪 那就是灭亡吧 你来说怎么说 我又看见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未神知道被斩首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受与受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 与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这就是说那场的大战了 这场的大战 那这场的大战多久呢 我也不清楚 反正大概 大家都很坏过 我跟他说 照幸运跟你说 那这一场战争很 非常的辛苦 什么瘟疫啊 战乱啊什么 全部都会来 是严重跟不严重 全部都会来 然后所有人类要做选择 你要靠那边还是靠那一边 你要 你要永生还是堕落 你要选一个 你要选一个 我已经很好了 我就是注定要得救了 我有心要得救了 你知道吗 我总体要得救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心向要绝 你要忠心自死 你知道吗 你就不要再骗你 你不要再骗你 你要摔这边 你要摔这边 要中心 你不要摔 你不要摔 你心在那边摆 你要不小心的 你摔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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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堕落在面 所以你当然要很小心 你不能摔白做 你去的去的去的才会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类要面对的 我跟你说 美国人也有人没有 所以我跟你说 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会得救 也有美国人没有 也有美国人得救的 但是我在认为 得救的美国人比例应该比较高 因为毕竟那个国家 是有那个神的地理 所以得救的人 比例会比较高 但也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得救 那一样 中国那个国家来看 灭亡的比较多 因为所有人都参加共产党 支持共产党 所以灭亡的就多 但是有没有得救的 有 还是会有人得救 所以一样都是中国人 后来说 有人 灭亡 有人得救 当然我看 得救的人比较少 比例 可能两三成会得救 现在七八成都会灭亡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做自己的选择 你说像我这种人 不要参加国民党 不要参加共产党 那是一个选择 那是一个你善恶的选择 一个有神的人 真正有神的人 绝对不会参加国民党 也不会参加共产党 真的无骗 你如果真的有神 你直接当面就回绝 你有信用的人 你绝对不去参加那种邪恶组织 你说你要参加纳粹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现在叫你去参加纳粹 现在参加国民党 你也这样 参加共产党 你也是要重心态 你一个好人 你干嘛去参加那种 那是温死的 那就代表你的选择 选择就决定你的命运 你知道吗 决定你得救或灭亡 你说你要改 你说你去参加国民党 你要改就困难了 我告诉你 那你的选择 那是你的选择 你累了你要改就困难了 你一旦走那个道路之后 你要回头 像我今天要走对的道路的时候 我要改也很难 因为上帝会使我们坚硬 你做对的人也会坚硬 做不对的人也会很坚硬 所以堕落的人 一旦堕落的人 我看很难救援就这样 那一旦要得到的人 他就拼命往上爬 那个要使他堕落也很难 所以我跟你说 你在起身堂的第一个两头 你就要注意 你如果得到升天人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 就直接得到升天人 你如果堕落的人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 你一开始就要做对 我看旁边 我家的青人和朋友 好像大家都在一起 他们都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都拼命的往上干 那这样都对 你只要不要堕落 就是往上 你就能好好做 你就行善 你就走在什么这一边 如果堕落很明显 我看那个人在堕落 非常明显 这个人没救 这个人没救 就是这样 你如果要了解这些多 我有什么神道神 我现在在Google上面 我有上传 你都自己去买 现在你自己去买了 你自己去买我都很好了 我今天都给你改好了 你看看 你后面看信心就好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